海峽两岸的距离不远 穿梭海峡的历史很长 一万多年前的冰河时期 海水下降 台湾海峡因此成为陆地 大量华北及华南地区的 普鲁动物群 走过海峡路桥来到台湾 远古的大陆猎人 追逐动物冬迁而来 他们应该就是台湾史前 最早的人类 濒临太平洋的东部海岸 台东长冰箱八仙洞 发现了台湾最早的人类活动遗址 它属于旧石器晚期的文化遗存 这里的考古发现证明 至少在三万年前 人类已经到达台湾 学者认为长冰文化人 应该来自华南地区 但在五千年前突然消失 大约一万年前 冰河期结束 海水上升覆盖陆地 形成台湾海峡 台湾从此与大陆隔离 成为汪洋中的一座岛屿 大约在六千到五千年前 一群善于航海的人类 划着独木舟冲破海浪 从海峡对岸来到台湾西海岸 在今天的新北 大奔坑上岸落脚 台湾由此诞生了大奔坑文化 它标志着台湾 新石器时代文明的到来 新石器时代的文化 一开始主要是在台湾的西海岸 然后慢慢地向全岛去扩散 变成非常多元化的 台湾的西天文化 那么大门坑文化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意义 就是很多学者认为 这个文化 它很可能就是 目前台湾原住民的一个 最早的祖先 在汉人尚未移居台湾之前 岛上居住着台湾原住民 他们以一个个互不相属的 部落和族群 分布于平原山区 今天台湾两千三百万人口中 他们大概占百分之二点一 台湾原住民 因为它的语言 和在东南亚和太平洋 很多讲说南岛语族的语言 基本上属于同一个语言 所以台湾原住民 它是属于南岛语族的一部分 南岛语是世界上唯一主要分布在岛语上的一个大语系 分布地域相当宽广 澳洲学者贝尔伍德认为 南岛语是从台湾扩散到东南亚的 但台湾并不是南岛语发源地 南岛语的祖先 在距今五千到六千年前 从福建来到台湾 他们在台湾发展出语言学家今日重建的 原南岛语 并保持沿海经济超过一千年 直到约四千年前迁移到菲律宾北部 携带着他们传统的农业 制陶和航海等技术 好聪明喔 这是台湾海峡 台湾海峡的对面就是大陆的什么省 国际 国际 我们从这里过去 如果现在有机器的那种 现在只要七小时 四到五个小时就到大陆了 中国东南岩海福建省 三千多公里的海岸线 孕育出新石器时代的海洋族群 与台湾大奔坑文化同类型同时期 甚至年代更为久远的 新石器早期文化遗址 在福州 敏侯 潭石山 平潭岛 可秋头等等多处发现 2001年 未处敏江出海口的马祖亮岛 先后挖掘出两具亮岛人骨骸 经过测定分别为距今8300年和7500年 确认与今天的台湾原住民 以及东南亚的南岛羽族 有着母系血缘的亲缘关系 这一个重大考古发现 使得中国大陆东南 成为现今南岛羽族起源地之一 这个理论更加坚实 而台湾近年的一次考古大发现 则进一步揭开台湾南岛羽族的始祖 大奔坑文化的源头之一 1996年台南科学园区破土动工 台湾规模空前的抢救考古工程 随之启动 那么我们在进行 有15年的抢救考古工作 发现大量的这些 各种不同时代的这些文物 它的数量可以100万计的 其中年代最早的年代 大概是在5000年左右 我们叫大奔坑文化 5000年前 南岛羽族先人的生活面貌 终于在今天展现 它从大陆来的时候 它已经有农业了 它也会养动物 它们精心埋葬了一只狗 5000年前家中养了狗 它们带来了原始的农业技术 种植小米也种植稻米 它们居住在海边 过着鱼羹狩猎的聚落生活 它们擅长烧制陶器 被称为粗绳纹的红衣陶器 大奔坑文化里面最精彩的是它的陶器 它几乎每一件陶器上面 都有波浪的纹的这样一种花纹 那这个反映出来的当时人类对海洋的喜好 对海洋的适应 这些整个的器物上面都反映出来 这个文化它就是一个海洋文化 它就是从大陆的广东福建 然后移民到台湾来 它跨过海洋来到台湾 那么这个文化从大陆到台湾之后 然后慢慢地发展 可能是一部分从台湾出去的 成为整个东南亚和太平洋地区 南岛与族的它分布的一个源头 那有一部分人就继续地在台湾 就生存 发展 演变 到最后变成现在台湾原住民 如果说来自中国大陆东南沿海 以大奔坑文化为代表的南岛与族先民 开启了台湾五千年前的史前时代 那么四百年前涌动而起的 汉族先民过台湾的浪潮 则是中华文化被视为 进入台湾的历史开端 此后数百年间 台湾经历了被荷兰西班牙占据的 河西时期 正成功开创的民政时期 长达212年的清朝时期 被日本殖民统治50年的日据时期 直到1945年 抗日战争胜利 中华民国政府光复台湾 这座岛屿历经沧海桑田的变迁 走到今天 往事已经远去 甚至变得飘渺无极 但亲历这片土地 依然令人觉得 祖先血脉沧桑成就的过台湾历史 历历在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距今四百多年前 明朝万历末年 泉州府南安县石井村少年郑医官出海了 那时村里的父老乡亲 谁敢想象 郑医官后来会摇身成为 台湾海峡的一代霸主郑之龙 并且有个更有名的儿子 郑成功 郑医官是个桀骜不询的人物 少落魄 从小喜海誓 性情易荡 不喜读书 有履历 好全棒 在泉州当小官吏的父亲郑士表 调教无奈 只好让他带着两个弟弟前往澳门 投靠在那里经商的舅舅黄成 学做生意 不仅仅是郑医官 出海是这个与海为零的村庄 几乎每家每户的选择 这部石井正式族谱 投射出明末社会动荡不安的样貌 与郑医官同样前往广东 澳门的人数众多 1557年 那里成为葡萄牙的租界地 再不然就是去鲁宋 马尼拉 1565年它成为西班牙殖民地 许多人去了澎湖 这是从闽南前往台湾的必经之地 正式的族谱就是反映 陌墨农福建比南沿海这一带的一种生存状态 因为我们福建省是一个多山又沿海的这么一个省 它需要去开拓更多的生存空间 然后另外一个因素就明末那个时代 就是16、17世纪 实际上人类历史 进入所谓的大航海时代 葡萄牙人最先来到 然后是西班牙 英国荷兰也接踵而来 在日本贫户开了商馆 那西方进入大航海时代 就刚好就印和我们福建人 中国人已经有的这种航海的亲密航海的传统 所以在那个时候 福建两海居民往海走 就变成是颠古先富鸡蛋的草民 所汇成的一种牵引 汪洋中的这座岛屿 于是就在这东西交汇的大航海时代 逐渐揭开了缥缈神秘的面纱 这里是澎湖 它位于台湾海峡之中 西距厦门75海里 东面离台湾岛 最近处只有24海里 是东亚海运的咽喉部位 阳光沙滩海浪仙人掌 大家因为一手外婆的澎湖湾 而熟悉亲近它 坐在门前的矮墙上 一遍遍怀想 有多少人会想到 这里与台湾是怎样的息息相关 澎湖湾 外婆的澎湖湾 1604年明万历32年8月7日 一个台风天 德兰东方舰队副司令维马郎 率三艘军舰劲抵澎湖 登陆马公 今天的马公 维马郎到来的时候 正好是明朝军队 对澎湖的守备空挡旗 因为明朝有所谓的春训跟东训 他刚好在交接的时候 所以说没有军队驻扎在这里 他很容易就上岸了 上岸之后 当然把澎湖就占领了 维马郎一面伐木逐舍 做长久居住的打算 一面派人到福建 要求护士通商 用炮箭占据他国的一块领土 以达到通商的目的 是西方海上强国的一贯手法 西元1588年 荷兰人经过多年的武装反抗 宣布脱离西班牙的统治 成立荷兰联省共和国 这也被认为是世界上 第一个资本主义国家 从此这个雄心勃勃的欧洲小国迅速崛起 成为大航海时代 后来居上的海上马车夫 1602年 荷兰人在阿姆斯特丹成立 联合东印度公司 开始积极向亚洲扩张 荷兰人来到亚洲以后 就一直想在东方 中国的沿海寻找一个据点 去直接跟中国进行贸易 这就是维马郎率领荷兰舰队 占据澎湖的目的 荷兰人的到来惊动了朝野 大明王朝已经到了 一泊西山的末期 表面却毅然风光 万历皇帝出金叶林的这个阵仗 气势和其盛大 但几支远道而来的西方舰船 就引起了一片恐慌 那时候的明朝政府 正在风雨飘扬 他们已经是腐败自己 但是澎湖这个地方 是明朝军队的训定 就是军事基地 那再怎么样都不能够 就被他詐 1604年11月间 战功赫赫的 鲁鱼水寨新乌拔总 沈友荣去了澎湖 福建当局已经做好 不惜一战的准备 50多艘战船 紧随沈友荣前往 20多天内 两次谈判 唇枪舌箭 面对荷兰人开战的威胁 沈友荣做出抵达 他当时就跟这个维马郎讲说 你应该有听说过 我这个沈友荣 在东方把窝寇杀得 整个海水都变红色的事情 这事发生在两年前 1602年冬季 沈友荣率领21艘战舰 出世东方台湾 将一股侵害当地的窝寇 一举剿灭凯旋而归 这场景会有如这幅 明军灭窝凯旋途 沈友荣的军威震住了荷兰人 为马郎明智的选择离开 当年你来我往的角力 唇枪舌箭的交锋 都凝结到澎湖天后宫 这一块陈旧斑驳的石碑上 占据澎湖131天的 红毛藩荷兰人 被明朝将军沈友荣预退 这块400多年前的古碑 被公认为台湾历史第一碑 沈友荣1602年前 往东藩剿灭倭寇时 福建连江籍的 退役老将军陈蒂 志愿随其前往 陈蒂以他在台南一带 20天的经历见闻 写出这篇《东藩记》 东藩记它就确实的 汉人在台湾的情形 而且了解当时台湾西岸 有很多地名 从这些地名我们就了解 汉人在那边都已经来过 要不然不会出现那些地名 400年前的《东藩记》是台湾早期历史 特别是先著名文化习俗史的一篇重要文献 而有关台湾历史的文字记录 在1700多年前就已经出现 我们讲台湾自古以来 所以中国明确地记载了大陆的人 到过台湾的时间 至少可以追溯到公元二世纪三世纪的时候 也就是在三国的时候 那么以后一直没有断 三国时期 吴国丹阳太守沈寅所著的 《临海水土志》 陈述于1700多年前 这是世界上最早记录台湾的文献 台湾则被称为琉球 从隋大业三年 西元607年起 隋阳帝曾经三次派人员或大军 过海到琉球 西元12世纪中叶 南宋政府将彭湖地区 划归福建泉州 进江县管辖派兵驻守 元世祖治元18年 西元1281年 元朝在澎湖设置行政管理机构 巡检司 一直延续到明朝初年 明家境42年 西元1563年 因为实行海境政策 而一度废止的澎湖巡检司 重新设立 此时 已经是大航海时代 西方人进入东方水域 据说在1544年 葡萄牙一支船对驶香玉本 途经台湾扬面 远远望见岛上山穿雄袖 林木葱龙 不由得发出Formosa的呼喊 也就是美丽岛的意思 后来这便成为西方人 对台湾的另一个称呼 西方早期的地图 北回归线上的台湾 被划成了三个岛 而差不多时期的明代航海图 在澎湖之东 准确划出了台湾岛 那时它被称为北港 1590年代 我们明朝的官方文书上 都已经出现 说当时福建的人 往范澎湖 忽视北港 名人一网如物 当时的北港就是台湾全岛 一网如物 很多人都前往台湾了 一种是打鱼的 这是移民 另一种呢 做买卖的 但是最多的呢 所谓海口 这个海盗呢 后来被围剿 他们就跑到澎湖 那在澎湖呢 再围剿 就跑到台湾 比如说 这个林凤等人 临到前 常常逃到台湾来 这些人呢 实际上 今天来看 就是五张走私的集团 那么他们 五张走私呢 这个如果在大陆上面 因为大陆肯定是 官府要镇压的了 所以他们就在海外 找自己基地 一个呢 在日本 还有找的基地呢 就是台湾 所以往往 他们基地就基地 上万甚至好几万人 比如说我们现在知道 郑之龙 颜思奇 他们就在进去台南附近 在北港 就建立了自己的基地 云林北港 原名笨港 有一种说法 这里是开台先驱 颜思奇 郑之龙的登陆之地 因此北港民众 为他们树立起 这座纪念碑 颜思奇 张州府海城县人 据清康熙年间 泉州人将日生的笔记小说 台湾外记所在 此人身体雄健 武艺精熟 早年应遭患家欺凌 挥拳打死其仆人 而出逃日本贫户 以裁缝为生 凭着仗义输财的豪侠性情 成为贫户华人圈子里 远近驰名的人物 按台湾外记所在 颜思奇 郑之龙等 28位结盟兄弟 是在明朝天启四年 西元1624年 从日本贫户到台湾的 而康熙24年 西元1685年 最早的台湾府志记载 颜思奇和郑之龙 早在明朝天启元年 也就是1621年 就囤居于台湾 颜思奇入北港 竹寨已居 政府土藩 分训所部跟列 明林县水林乡的岩错辽 有人认为是颜思奇建的 北港实寨 主寨所在地 当年居居在这里的 据说大多是从张州 追随颜思奇前来开墾的 岩信乡亲 村子因此得名 这口七角形的古井 形状独特 年代久远 村里人说 它是随颜思奇前来的 先民开掘的 今天的许多学者认为 嘉义 豪美里 这个当年叫做王港的地方 才是台湾最早的汉人聚集区 那时被称为 海盗头子的颜思奇 和他的接班人郑之龙 是这里的统治者 而建立这个台湾大本营的幕后推手 就是李旦 李旦成为贫护最大的富商 信仰文书称他为安德瑞迪提士 或中国假币丹 也就是华人领袖 颜思奇作为长期贫护的 另一个华人领袖 与李旦强强联手 结成商业同盟 早年在澳门学做生意的郑医官 也辗转到了贫护 他结识了颜思奇 同时投靠到李旦门下 认李旦为义父 李旦成为郑医官 日后发迹的大恩人 据说连郑医官的亲事 也是他撮合的 郑医官取的是一个贫护女子 名叫田川氏 贫护英国商馆馆长考克斯 在他1618年的日记中 记载了 最近两三年 中国人开始在台湾 进行贸易的情况 其中写到安德瑞迪提士 李旦 与他的弟弟贾必丹华 欧阳华语 无疑是在当地 进行私自贸易中 最大的冒险投机者 据考克斯日记等文献记载 从西元1614年到1625年 11年间 李旦的18艘商船中 有11艘是航行台湾的 从1615年开始 日本德川家康政府 为了扩展海外的贸易 开始发放所谓的猪印状 一张盖着大红印章的状纸 如同今天的出境签证 船只持有这份猪印状 才可以出海贸易 而李旦 凭着与贫护岛主 德川家族建立的特殊关系 成为能够领友 猪印状的少数人物之一 掌控台湾基地的严思齐 因此在闽浙沿海 威名远扬 年轻的郑医官 也开始经营海上事业 出入于台湾 成为李旦和颜思齐的 得力帮手 所以李旦 颜思齐 郑志龙 这些人后来都变成 早期开发台湾 就在荷兰到达台湾之前 早期开发台湾的一些 重要的闽南商人 荷兰人又来了 明天起二年 7月1622年6月 荷兰东印度公司舰队 再度侵占澎湖 与18年前维马郎相比 这次声势大得多 买了七艘军舰 近千名士兵 舰队司令雷尔生 下令在澎湖逐城 试图把澎湖 作为他们与中国通商贸易的 永久性据点 1619年 荷兰人击败了英国人 在印尼的势力 取得了雅加达 他们把他取名叫做巴达维亚 在那边建立他们的殖民总部 他的新任的总督叫做科恩 积极地就抹求 开始他的亚洲的发展战略 科恩 和属殖民地巴达维亚的 铁鞋总督 科恩总督发出指令 根据我所了解到的 中国法律与国情 与中国的贸易根本无法用和平的方式取得 因此 我命令部下 中国人如果不给我们方便 又不愿与我们通商 我们就毫不犹豫地使用武力 在各地攻击他们 当荷兰人提出的 据有澎湖与中国直接通商等要求 被福建巡抚商周座拒绝之后 雷尔商当即下令对明朝开战 1622年10月 荷兰舰队开始在张夏沿海 袭齐盟军 抢劫烧杀 大肆掳掠沿海居民 荷兰人在澎湖的第一座城堡 就建在这座山头 他选在舌头山建立了西洋寺的城堡 上面架设29门的炮 另外还有兵营 还有一些粮仓 风贵尾舌头山 数以千计被掳掠而来的中国人 最先被集中在这个地方 建造第一座荷兰城堡 然后又在红木城 瓦洞等处建第二座 第三座 据巴达维亚总督卡本特的叙述 在澎湖集中了 1150名中国俘虏 其中一半死于伤寒 病痛 贫困和强迫劳动 剩下的571人 由荷兰船运往巴达维亚 到达后的幸存者 只有33人 那时 大明王朝气数已尽 但面对东南海江围局 就连这位成天只热心于木匠活 对朝政不管不问的天启皇帝 都发出将红仪作速驱除的圣旨 从天启二年 西元1622年10月开始 明河战争 在夏张沿海地区 断断续续打了一年多 荷兰损兵折将 当年的战地厦门 山海间的这些石头 留下了明朝将士 抗击红移的点滴记录 明天起四年 西元1624年正月 福建水师2000将士进兵澎湖 双方剑拔弩张 战事一触即发 平户岛的李旦认为 这样双方如果僵持下去 并不是一个办法 所以他就派了郑志龙到澎湖去 替他担任通事 也就是翻译着这个职务 希望能够协调明军跟荷兰人之间的关系 在海外闯荡数年 正义官熟悉了荷兰葡萄牙语 但他的身份也仅仅是个小翻译而已 与荷兰人有着多年商贸往来的李旦 才是明和双方都看重的关键人物 李旦他也到了澎湖 展开这个摩旋的行动 我想这个李旦是拒见起到作用的 经过这个讨价还价 还有明朝派出水师 大兵压境的这个情况下 荷兰人最后终于在这一年的夏天 退到台湾 1624年明天起4年8月 荷兰人从澎湖撤往台南安平 当时这一带叫做大园 是台江内海西岸的一片沙洲 这些沙洲犹如浮现在海面上的金鱼 因此便有了形象的叫法 昆参 七个昆参 由北往南一字排开 向台南赤坎延伸 台湾这个名称最初指的就是大园 这片沙洲小岛 那荷兰人来到这边 就开始在一昆参 我们现在叫做安平这个地方 盖热兰之城 再从这里往东 大约五公里左右 那是一大片的土地 我们现在把它叫做赤坎 第二年1625年 荷兰人就往那边走 就在那边海边盖了一个普罗民浙城 就是现在我们叫做赤坎楼那个地方 按这幅1626年 荷兰人大园港口图的标记 赤坎这一带是汉人移民和海盗的村落 左下角的文字显示 当时台南一带共有荷兰人338名 日本人160名 汉人数量最多达到5000名 这幅图是西班牙人所画 是献给西班牙国王的 大概也是一张军事情报地图 荷兰人占领大园之后 鲁颂的西班牙人大为恐慌 如此重要的位置 被死堆头荷兰人控制 对西班牙人的北上贸易 将在着巨大的威胁 1626年明天启六年五月 西班牙舰队占领了今天的基隆 此后又占据了淡水 形成西班牙在北台湾的势力范围 再次统治了16年 台湾海峡开始弥漫西方列强争霸的硝烟 一个不起眼的小人物 此时被推上了台海争霸的历史舞台 他就是郑之龙 在1624年这年夏天 郑之龙跟着荷兰人 从澎湖撤退到了台湾西南部的大园 荷兰人派他建立起一支武装船队 配合他们的联合舰队巡逻台湾海峡 阻止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的船只 飞上日本去跟日本人做贸易 这是一个目的 另外一个目的就是在台湾海峡上 阻止从福建到马尼拉 跟西班牙人做生意的福建民间船只南下 抢他们的东西 不准他们跟西班牙人贸易 所以后来史书叫他是海盗 但是第二年 荷兰人发现郑之龙跳槽自己当老大 他就离开荷兰人自己 拉起来自己的船队 结果势力比荷兰人势力还更强 郑之龙之所以自立门户 是因为天启五年 西元1625年 发生了两场让他意想不到的 大悲大喜的变故 先是在秋季九月 严思奇率部到侏罗山 今天的嘉义捕猎 不幸染病身亡 同一年很巧的就是 李弹他回到了日本 这一年大概十月份 在日本贫富去世 嘉义的王港这块基地 等于群龙无首 失去首领的王港群雄 以他们特有的方式 推举郑之龙为新盟主 李弹在台湾的雄厚资产 也被郑之龙收入囊中 三十而立的郑之龙 顿时作用巨大的财富 和强劲的人马 郑之龙是继严思奇之后 然后以台湾为大名音 郑之龙竖旗招兵 跟十七个闽南海上豪强 结拜为十八只 相当于十八只武装船队的 先锋首领 他的名字也由此 从衣冠改为支龙 郑之龙囤兵台湾 经营海上纵横敏月 一道一伤 福建沿海地区 大批民众投奔而来 台湾大本营势力不断壮大 达到巨艇数百 巨徒数万的规模 相当于出现了一个 引荐雏形的汉人政权 沧海桑田 当年风帆云集 人马轩腾的亡港基地 今天变成这片宁静的 豪美里庭园 只有亡港泰盛宫里 一尊特别的神像 保留下那段历史的印记 这是台湾最早的妈祖像 印证着明朝末年 汉人就在这里 唾肯定居 开庄立庙的古早往事 在明朝的时代 这是一个很烦恼的政党 要开发一个外交争 一个十八座 这都是第七龙 他来开发的政党 他就从这里 慢慢慢慢地混出 郑志龙在台湾 开创出先人基业 但当年 他被视为东海最大的海盗 简单地说就是 官方认为他们是海盗 他们自己认为是商人 就是不合法的商人 在大航海时代 就是中世纪末期 海上跟海盗是没有其分的 是一个人的两面性 他如果能够做生意 他就做生意 不能做生意 他就抢 海进延 商就变成道 海进宽 道就变成商 全世界如此 郑志龙日益壮大的海上武装 在闽月间呼风唤雨 明政府对其无力剿灭 只好转而招安 终于在明崇祯元年 戏元1628年9月 郑志龙接受了福建巡抚 雄文灿的招服 离开了台湾 明崇祯元年 西元1628年9月的某一天 少小离家的郑志龙 从台湾回来了 他率步众三万多人 船只千雨扫 郑志龙回来的时候 正逢大灾之年 福建连续三年遭遇大旱 鸡鸣无数 这事让福建巡抚雄文灿 一筹莫展 刚从台湾归来的郑志龙 给出了一个办法 照鸡鸣赴台肯荒 也有一些人提出过质疑 当时的福建省 饥荒的情况那么严重 然后呢 它哪里来的那么多牛 数量无从保证 但福建当时确实发生灾坊 在这种情况下 郑志龙把福建沿海的机缘 移送到台湾开放 是完全可能的 虽然呢 不一定是每个人 给这个银三两 还是三个人给牛一头 但是呢 这些基本的 开垫所需要的经费 由郑志龙等等来提供 我们的答案也是肯定的 他的这个经济势力 是非常的强大 他完全有这个能力来组织 那么呢 郑志龙跟宣文畅 像在重生年间的这一次移民 这是第一次由中国政府 来组织的这种有计划的移民 这座城名叫热兰遮城 是荷兰人统治台湾 和对外贸易的总枢纽 热兰遮城呢 大概残存的最大的一块 就是这道墙 那当时他们荷兰人在这边 主要跟西边的福建 大明帝国做贸易 那时 来自中国的生丝和瓷器 是在欧洲市场上 能够赚到巨额利润的超级商品 荷兰人在台湾 这38年中 有1450万件以上的瓷器 就从现在我们这个位置 台湾分公司的这个仓库里面 运销到全世界去 不过贸易的主动权 并不掌握在荷兰人的手里 做生意你要取得商品 或是卖出商品 都要有当地的人 来帮你做中介嘛 那政治家属 其实是他们 所谓的中介里面的 最大的这个中介商嘛 荷兰人的生意 时时要看他们往日的小翻译 郑之龙的脸色了 那如果说 政治家属不甩他们 他们在这里的意义就没了 郑之龙的海商集团 雄聚安平 称霸台海 隔海相对 郑和双方 都要掌控台湾海峡的 贸易主导权 荷兰人的目标 就是以台湾为基地 直接到东南海 建筑好 郑之龙不容器 你要留这个货物 我来讲的 那就要给操纵价格 第二个 日本与安民的贸易 绝对不容器 荷兰人插手 那么也就是说 荷兰人它只能在台湾 其他对日贸易 对这个 这个大陆的贸易 都在政治中手中 所以荷兰人很恼火 一代的荷兰人的总督 对这个非常恼火 巴达维亚的荷兰总督 决定以海上掠结的方式 逼迫明朝答应 其自由贸易的要求 荷兰海军派出几十艘 最新式的炮舰 联合中国海盗 农乡 组成一支庞大的舰队 开始对福建沿海展开攻击 明军被迫应战 崇祯六年 西元1633年 金门廖罗湾海战爆发 明朝水师出动了数万之众 以郑之龙为前锋 面对荷兰巨舰的强大炮火 曾经的海贼王郑之龙 有一套自成体系的打法 挤小船攻大船 贴近放火 当然这种玩法的先决条件 是要有一批赶死队 而江湖大佬郑之龙 早用他的江湖意气 和最高赏格 把士气调整到 忘乎生死的抗互状态 这一场战斗 郑之龙是获得的大胜 这也是中国人第一次 击败欧洲的强大的舰队 所以郑之龙从此 在整个西洋人当中 一战成名了 从此他成为 真正的台湾海峡的霸主 海峡暗政之龙的规则 建立了秩序 荷兰人也只能遵守这个秩序了 其实这并非坏事 福建海商可以稳定地 将荷兰人需要的货品 送往台湾 再由荷兰的船队 输往欧洲 台湾也就从这时期开始 逐渐成为东西方转口贸易的枢纽 从这张热兰遮城全景图 可以见到来自中国大陆的商船 停泊在大远港的景象 海上平静了 通往台湾的船只和移民 也日渐多了起来 荷兰人的热兰遮城日志 留下了诸多这方面的记录 荷兰人乐于见到汉人劳力的到来 台湾当时的嘉南平原 适合种植稻米和糖 所以它要将台湾发展农业 作为它在东方的粮食基地 为了这个缘故 它大概1635年前后 开始鼓励汉人来台湾耕耕 那托耕的速度也很快 就是发展糖业和稻米 这幅赤坎地区农地与道路图 显示赤坎 也就是今天的台南市 开耕出了大片农田 这表明善于耕作的汉人 已经大批地进入了台南地区 西元1642年 荷兰人北上攻陷基隆 结束了西班牙在北台湾16年的统治 西班牙人传教化名的天主堂 被改建为荷兰的安东尼堡 台湾人称之为淡水红毛城 荷兰的势力延伸到北部 进入其统治台湾的全盛时期 但盛极而衰 他叫郭怀一 郭怀一是汉族移民的首领 材料说他是原来郑志龙的部下 那个后来郑志龙头衔明朝了 他留下来等等 郭怀一留在台湾 居住在赤坎一带从事开墾 他是组织大陆移民到台湾 墾拓的重要人物 前往台湾开墾的大陆百姓 日益增多 因此荷兰人征收的人头税 也越来越狠 你想想看 12年间税收可以增加15.15倍 那汉人增加不到一倍 那税是非常非常的重 然后他增税的方法非常粗暴 他的士兵非常歧视汉人 所以最后这个汉人是忍无可忍 1652年9月7日 忍无可忍的汉人 由郭怀一领导发动起义 他们攻占了赤坎 并准备夜袭热兰折成 把荷兰人赶出台湾 但起义迅速被镇压了 郭怀一重弹阵亡 荷兰人大开杀戒 汉人死亡人说是三四千人 那当时在台湾的汉人 荷兰人的估算是 一万五千人到两万人 也就是五个汉人就一个人被杀害 那这个是血流成的 非常非常的残酷 我怀疑起义是荷兰统治堂 38年的一个分析 起义被镇压了 但是荷兰人在他们的统治也进入了默契 那从此以后 荷兰人也不断传言 郑城公要来攻打台湾 弄得他非常心神不灵 1661年 九年以后 那这个噩梦对荷兰人实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1891年 1661年的4月30号 荷兰军一觉碎醒了 突然发觉 从北边的沙洲跟另外的沙洲中间 密密麻麻的四百艘船 国庆野两万五千大军 就从那边打过来了 荷兰土地测量师菲利普梅 记录下这个惊天动地的场景 敌军全副武装 士气高昂地越过高地 几股吹管行军而来 其中有几个骑马的 他们的军队 有数不完的漂亮丝质旗帜翻流 头戴光亮的头盔手握大刀 在普罗明哲城北边扎营 在那里打起上千个白色帐篷 这是1661年4月30日 台湾历史的一桩大事件 从这一天发生 1624年8月26日 日本长崎贫户 一个名叫田川氏的孕妇 在千里滨海滩减食文贝 他突然感到阵阵腹痛 于是避入一块大礁石后 在阵阵掏身中 生下一个男婴 此时婴儿的父亲郑芝龙 正在澎湖给荷兰人当翻译 而荷兰人恰巧也就在这一天 开始从澎湖撤往台湾 谁能想到 就是这个在海滩上匆匆降临的孩子 37年后 竟然挥师数万 东渡海峡 一举江荷兰人逐出了台湾 孩子原名福松 在日本生活了六年多 林崇真三年 父亲郑芝龙 把他接回到泉州安平老家 给他取了个大名 叫做郑森 一条安平桥 连接着靖江安海 与南安石井 这里就是郑森 少年时期生活的地方 郑芝龙当时已经非常的 辉煌腾达了 而且有非常多的资源 对这个大儿子 他寄无限的一个期待 这里据说是少年郑森 曾经的读书之地 郑芝龙自己当年 不屑科举 现在却希望儿子好好读书 走科举试换的路 他不惜重金 为儿子聘请名师 郑森七岁开盟受教 既习文又学剑 十五岁成为南安县学的秀才 二十一岁 跟随带兵的淑妇郑洪葵 到南京 成为国子间的太学生 并且有幸 被江南大儒前千亿所赏识 收为弟子 十五年时间 郑森享受着父亲 一手替他安排的最好的教育 算是饱读了儒家经典 那你读这些四十五经 就必须要有一些主要的主軸 叫做宗教解义 但是他的课举之路并不顺利 十九二十岁连续两次到省城考举人 都落了榜 因为他在考场外 一副年少轻狂的公子歌样 惹怒了主考官 这幅画像 郑成功画像 是我的祖先 从很早以前就留下来了 南安石井的郑氏后人 世代珍藏 保留住了这幅祖先画像 在家乡画师的笔下 郑成功方脸大耳 一派富贵像 当年他的确大富大贵 算是福建头号富二代 很难想象 如果不是经历了后来 家国巨变的惨痛 郑森能够成为后来的郑成功吗 大明王朝走到了末路 山海关外 强悍的后京成立了大清国 莫马立兵 虎式大名万里江山 关内 农民起义相继爆发 烈火燎原 西元1644年3月19日 闯王李次成率领的大顺军 攻克北京 走投无路的崇祯皇帝 被创底吊死在紫荆城后的梅山 一个276年的王朝 就这样结束在一棵歪脖子树上 当崇祯皇帝上吊那一天开始 郑成功他的命运 包括中国的命运 包括太多人的生死的命运 都改变了 闯王李自成 虽然顺利拿下京城 登基大位 但眨眼之间 他的帝王梦 就被从关外 浩荡涌入的清军碾碎了 中国历史 进入改朝换代的血色年代 大明王朝的悲剧 还没有完全落幕 南逃而去的文武夷城门 拥戴民宗士重建政权 先后在南京 福建 广东等地 扶起了几个小王朝 苟延残喘了18年 史称南明 郑成功登上了南明的历史舞台 1645年农历润六月 明太祖朱元璋的九世孙 唐王朱玉建 在福州登基 改元龙武 成为南明的第二个皇帝 从南京回到福建的郑森 随父亲前来 觐见龙武帝 一见之下 龙武帝大为欣赏 俯其被曰 可惜郑没有女儿嫁给你 当场赐他以明朝国姓朱 更名为成功 此后 郑森的名字变成了朱成功 但人们都习惯称他为 国姓爷或郑成功 郑成功对龙武帝 身怀知欲之恩 朱玉建在明末宗士 算是少有的廉政清明人物 怀抱一枪忠心宏愿 但这个王朝 全靠郑之龙家族的财力 和军力所支撑 郑之龙最初的算盘 则是把龙武帝 滞留在明北的延平 侠明王室已自重 西元1646年6月 在清兵铁骑 逼近福建的关头 作为龙武朝三军主帅的郑之龙 将部队从明北北部防线 全部撤回闽南老家安平 郑之龙他要保存势力 以至于整个福建就颠覆了 8月清军兵不写任进入福建 龙武帝从严平仓皇西逃 最终被清兵追杀于闽西长厅 11月 郑之龙由安平去了福州 这个海盗兼海商出身的精明人 早已和清军暗通缓取 清朝承诺给他 三省王爵的高官后路 当年以海上巨盗的身份 投降明朝 郑之龙押对了宝 那么郑之龙想到 还是来做一次投机 但是这一次投机他失败了 郑之龙到福州后 受到清军盛大欢迎 但随后他就身不由己了 清军将他挟持北上 叱咤东南海江20年的一带枭雄 由此踏上不归路 他被幽禁京城 被流放东北 16年间成为清廷 以赴匣子的工具 受尽屈辱和恐吓 生不如死 郑之龙当决定要投降清朝的时候 一直在游说他的儿子 跟着他一起去 那郑成功坚决不准 父与子在改朝换代之际 分道扬镳 势不两立 郑成功给父亲回了一封信 这是一篇断绝父子关系的宣言 用词已经相当决绝 从来都只有父亲 叫儿子要忠 要孝 从来没有儿子 要教父亲 要忠 要孝得 今天你执意如此 那当然我们关系也就这样子了 改天如果您发生了不幸 我也只有搞数相送了 灾难接踵而来 郑之龙刚一详亲 大队清兵就涌入安平 在金门的郑成功闻讯 随属赴郑鸿奎的队伍急忙杀回 但已经晚了 安平城破 惨遭洗劫 郑成功挚爱的母亲田川氏 自强身亡 田川氏那年45岁 从日本贫户来到安平 刚一年 郑成功伤心到一种 弃势地理的状态 把他母亲的尸体挖出来 把这个肠子洗干净 然后再缝好 再埋葬 这个看得出来就是 要发誓报仇 这里曾经有一座文庙 据说郑成功后葬了母亲之后 来到此地祭拜孔子 祭为卢子 金为孤臣 这个讲得说我没有办法 因为教育这样的大便 我只有一心反清朝人 祭拜完孔子 脱下身上的学生服 也就是青衣长衫 一把火焚烧了 然后竖起一面大旗 本青衣举地 从那时就展开了17年 在沿海的抗击事业 郑成功打出的旗号是 明朝朝讨大将军 这是龙武帝赐给他的封号 郑成功终身以此自称 厦门古浪雨 这个不足两平方公里的小岛 成了郑成功最初的根据地 那时他22岁 手下不足百人 在当时各路抗清武装中 这是一支不太有人 瞧得上眼的队伍 旅战旅败 旅败旅战 队伍和地盘在一天天扩大 根据地从小小的古浪雨 扩展到金门和厦门 1655年 郑成功将厦门 当时叫做中左索 改名为思明周 公开招是他怀念 并决心恢复明朝的意思 这里曾有一座阎武亭 郑成功实时住在此地 操练水陆两军 今天的厦门大学这一带 是当年的练兵场 和水师营地 郑成功兵强马壮 轴炉千骚 战将百元 队伍扩展到十数万之众 搞肃临江誓灭湖 雄师十万气吞吾 1657年 郑成功开始 进军江南 大举北伐 但是 北伐最终功败垂城 败在精灵城外 败在郑成功的轻敌 南明最大规模的一次 抗清军事行动 遭到重挫 此后再没有光复民事的力量和机会了 1659年9月 兵败南京的郑成功回到厦门 他在大陆的军事作战 确实遭受打击 那么他必须要安顿将士 必须要在政治跟军事上重新考量 此时 对岸一个神秘的人物来到厦门 他叫何彬 何彬 原来是郑成功父亲郑志龙的部下 案人里面 他是地位很高的一个长老 何彬被荷兰人称为最可靠的长老 因为几年前 他曾被荷兰人派到厦门 替荷兰人解决了与郑成功之间 一起棘手的贸易纠纷 但荷兰人料想不到 何彬回到台湾后 居然执行郑成功派给他的一个任务 替郑成功在台南收税 河兰的超人之处是 在被荷兰人问罪期间不动声色 暗地里派人乘船出入台湾的大小水道 实地勘察 画出了一幅台湾地形图 用今天的话说就是绝密军事地图 这次前来厦门 何彬把这幅图呈现给了郑成功 那何彬劝郑成功去打台湾 收复台湾 他当时跟郑成功说 台湾是一个非常好的 就是我们现在的话说 是有发展空间的地方 战继了台湾以后 那么他整个视野就到 1661年正月 郑成功召开最高军事会议 军事会议上他有清楚地讲说 台湾原本是我父亲经营的地方 那里卧野千里 这个进口宫退口守 那么可以安养家眷 可以深居教训 郑成功正式宣布 挥师东征赶走荷兰人 1661年4月23日 午时天色晴朗 郑成功轻率东征大军出师 400多艘船 载着两万五千将士 从金门廖罗湾扬帆起航 顺风顺水 一昼夜到达澎湖 始料未及的险情出现在第三天 4月25日 船队再次起航 行至柑橘与扬面 海上风暴突然降临 逆风扼浪 船队只好掉头返回澎湖 澎湖避风的那几天 是郑成功极度难熬的日子 坦白讲 它真的是轻敌 所以带了粮草 非常的少 因为当时根据河滨进线的 收复台湾的这个计划 它当时想说几天就能够 登陆台湾了 那没想到在澎湖有御风 它必须在澎湖那边 避一些的风浪 就每张的毙了几天之后 就把种能力都吃完了 刚一出兵就遭断粮 士气严重受挫 郑成功的护官杨英 奉命紧急征粮 但跑遍澎湖36岛 所征之粮 不足当大事一餐之用 郑成功陷入进退尾谷的绝境 最让郑成功担忧的是 他怕错过与河滨 精心计算好的登陆时机 当时进入台湾 有南北两条水道 南线叫做大港 港道宽阔 适于大船航行 荷兰人的军事重点 把持的都是在这个南线 北线是路尔门 它是港载水浅 那些大船是不能通过的 但是天文大潮 比如说逢初一 或者是十五的时候 可以挡水高几米 郑成功选择了路尔门 但是如果错过了天文大潮 一切精心筹划都将落空 所以郑成功他一定要赶快航行 一定要在大潮的时候越过路尔门 1661年4月29日 夜晚风雨未袭 郑成功下令强渡海峡 他全然不顾部下的苦苦劝阻 不惜冒全军覆没于汪洋的巨大风险 他已经拖出去了 漆黑的夜风雨交加 黑水 恶浪 生死难捕 出发前郑成功祈祷 兵尖可渡 天意勇在 上天如果要把平定台湾的使命交付给我 那么今晚开船之后 自然逢平浪静 他相信天赋使命与他 他也必将得到上天的护友 奇迹果真出现了 三更后 云收雨散 天气明朗 一帆风水 而那天的路尔门潮水奏掌数尺 郑成功大军在河滨的导航下 大小战舰衔尾而渡 顺利穿越路尔门 从河辽港登陆 进入台湾 路尔门 一个荷兰人完全没有注意到 应该是不可能进来的一个方向 密密麻麻的几百艘的船 从天而降 热兰遮城内 荷兰东印度公司台湾长官奎一 眼巴巴看着两万多敌军登陆 却甘着急 路尔门 那是他们强大的火炮 无法触及到的距离 更让魁一一看傻眼的是 随即有几千名中国人 出来迎接他们 用货车和其他工具 帮助他们登陆 荷兰对台湾三十多年的统治 此时看出了人心向背 5月1日登陆的第二天 双方的军队在陆地和海上 同时爆发了激战 荷兰算是非常强大的一个海权国家 那他们的船子 一般我们都把它通称为甲板船 就是它有好几层 好几层的甲板 然后每层甲板都有装置非常多的火炮 大者大概有一百多门 小者大概五六十门 那当时郑成功他们的战船 只有一层的甲板 船上的火爆了不起大概六七门 所以说在当时候 荷兰跟郑成功他们的武力来看 其实相距是非常大的 所以要面对这么强而有力的 全世界最顶级的海军 那只有拼命 1661年5月1日上午 热兰遮城外的台江内海 正和双方爆发了第一场海战 军成功的军队采用的是小船围攻加以火攻的这样一个方式 用小船 转向这个山台 硫然物爆炸物就往里面的 然后说一点着的时候 那个船就加速 快到了时候人往外跳 然后船就直接撞 那种一个大船 最大和最重的赫克托号发出巨响 他的弹药舱着火爆炸了 连同一百多位荷兰将士沉没海底 其他三艘军舰慌忙落跑 台海出战 荷兰海军完败 双方的陆战发生在这一块叫做北线尾的沙洲 与河军尚未交手的是 郑成功麾下大将 漳州海成人陈泽 陈泽率领了一些的步兵 这些的兵它有一种的特质 那就是一种很特殊的武器 我们把它叫做藤牌兵 靠近的时候把那个盾牌一掀 那马上那个刀就伸过去砍过去 这真的是叫做排起刀落 奎一见识了这个场面 这些士兵低头弯腰 躲在盾牌后面不顾死活地冲入敌阵 十分凶猛而大胆 仿佛每个人家里还另外存放着一个身体似的 尽管许多人被打死 他们还是不停地前进 从不犹豫 而只是像疯狗似的向前猛冲 奎一感叹道 现在他们荷兰人才知道 过去过于轻敌 如果说战斗前他们是英勇无畏 那么他们的勇气 这时则完全为恐惧所替代 他们抱头鼠窜 落荒而逃 可耻地遗弃了他们英勇的队长和同胞 尚未及其部下118人 全部战死 在5月1日这天的陆海大战打响之前 郑成功给奎一发去信件 然台湾者早为中国人所经营 中国之土地也 金鱼既来所 则地当归我 1661年5月3日 海战和陆战接连失败 荷兰人请求讲和 荷兰使节穿行过政军长长的阵列 领略了令人恐怖的军威 来到郑成功仗前 郑成功命令荷兰人立即投降 他对荷兰使者言辞重申了他的立场 该岛一向属于中国的 在中国人不需要的时候 可以允许荷兰人暂时借助 现在中国人需要这块土地 来自远方的荷兰客人 自应把它归还原主 这是理所当然的事 郑成功登陆的当天 首先切断了热兰遮成 和普罗明遮成的通道 郑成功攻台战略的第一步 是先把普罗明遮成拿下来 普罗明遮成又叫赤坎楼 今天的赤坎楼 已不是和聚时期的模样 这些建筑是清朝之后重新修建的 城内的荷兰守军不到200人 他们在堡里拼命射击 这些红砖是当年的残疾 荷兰火炮从郑成功登陆的那天下午开始 不到四天时间就向正军射光了全部炮弹 可以想见战事激烈 这个半圆形的石井是当年留下的 被称为红毛井 在城堡被包围 殊死战斗的荷兰士兵最需要水的时候 这口井却突然没水了 荷兰土地测量师菲利普梅 当时在这座城堡里 他写道 城堡内垃圾成山发出恶臭 许多人病了 水源被切断 这口唯一的井完全挤不到水了 士兵为饥饿和口渴发出抱怨 火药和枪弹即将用尽 普罗明这些人已经完全不行了 没有水了也没有食物了 连那个窗外面的那些铁片 全部都拿下来融化 剪一剪之后 把它融化成子弹的弹丸 1661年5月4日中午 在清零前线的国姓爷 即将发出工程令的 千军一法之计 普罗明这城头升起了白旗 郑成功仅用四天时间 就攻克了这座荷兰堡垒 在台湾站稳了脚步 赤坎楼换了主人 成了台湾民政时期成天府的府衙 郑成功住了进去 他在这里住了将近九个月 郑成功先打下赤坎这个地方之后 他就在台湾设立了一府二县 形成这个明朝的这个行政体系 北部是天兴县延伸至新竹一带 南部设万年县 直达最南端的恒春 行政中心在成天府 也就是台南赤坎 赤坎这个地方改成东都明经 东都明经就是说 东方的首都明朝的京城 就是说他这个不是政治政权的首都 而是政治政权那是摇缝的 永历繁帝的首都 瑞兰州城的所在地大园 改名为安平 为什么叫安平 是因为他家乡的名字 就是安平 当时郑成功他到台湾来 当然坦白讲内心是寂寞的 对家乡是有很多的渴望的 所以就把他故乡的名字 就移植到这个地方来 改名为安平的时候 热兰遮城还在荷兰人手里 热兰遮城共三层 城砖坚硬 墙头上的几个冷宝 设置了二十多门大炮 守军千余人 在封闻国庆也要攻打台湾的日子里 荷兰台湾长官奎一 做了最充分的战争准备 给这座城堡填满了粮草和弹药 它的城是当时候 它是世界级的顶级的一个 防御性的一个城 在城里面的这个荷兰军队 等于说是做这个昆寿之斗 荷兰人对对抗政策公司还有信心 我们从荷兰现在的文件看到 荷兰人每天祈祷 每天赞美上帝 定义为上帝跟公司来奉献 所以其实荷兰人士气是很高的 5月24日 被俘的荷兰传教士 恒布鲁克被郑成功派往热兰浙城劝降 没想到恒布鲁克反而不惜一死 激励他的荷兰同胞战斗到底 长官奎一其实已经被公司总部撤职 在等待继任到来的日子里 倒霉地等来的却是郑成功的大军 他只能义不容辞地继续履行 台湾长官的职责 以捍卫东印度公司在东方的尊严和荣誉 5月25日 奎一对郑成功做出答复 将持续保卫热兰浙城 并抵抗到最后一滴血 郑成功遇上了最强硬的对手 他恼怒了 以至于失去冷静 当即下令攻城 数以万计的血肉之躯 向荷兰的强大炮火铺取 战斗从25日清晨 持续了一整个上午 攻城的正军将士 血肉横飞遭到重闯 郑成功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郑成功被迫改变战略 改速战速决 为持久迷困 他派心腹大将马信 率5000军士 荷兰人围困在热兰浙城里 让荷兰人不能出来外面 其他的将近2万大军 他就派出去 做什么不是打仗 去屯田 1661年6月14日 郑成功发出屯肯令 郑成功他到台湾以后 他大批军队 2万多人的军队上去以后 这个粮食问题很严重 你要知道他没带粮食 是在半肌肉状态下面 是收入台湾的 为了解决粮食问题 他一边在围困荷兰人的同时 军队就到散开来 让他们去肯重 他分兵屯田 是以现在的台湾市为中心 根据文献记载 南边有到横村 北边大概到了这个 积水溪的流域 甚至有一部分到了竹山 台湾中南部地区 于是有了类似的地名 柳营 夏营 左营 还有所谓的官田 前卫 后卫 那些名称的都是 当时候囤兵 育农方式的产物 台南六甲乡的这个村子 叫林凤银 林凤是郑成功 清军虎卫镇中一个猛将 福建漳州东山县人 当年他奉命在这 曾文西北面 屯兵肯荒 开辟出的这片田地 后来成为村落 开村始祖林凤的银盘 也自然成了这里的地名 跟随郑成功到台湾的 有一批陕西兵 在他们肯拓的区域 今天的彰化县 秀水乡 繁衍出一个陕西村 他们的统领名叫马信 忠勇善战 是郑成功最为信赖的 将领之一 马信大概是个黑脸汉子 村里这座污蔑将军庙 就是纪念他的 肯拓的尖南 大大超出郑成功的预想 即将收成的时节 雨水绵绵 梅士目睹了从南部撤回的一支豚墾军队 这支队伍只剩下大约三分之一人 这些人大部分因染病或因饥饿都很衰弱 又因为再也得不到米 饥荒越来越严重 以至于士兵死亡的越来越多 护官杨英的从征实录中 一次次出现这个梁字 官兵乏梁 官兵乏梁 运梁船不治 运梁船游不治 八月开始 官兵甚至只能吃野果冲击了 部队多有并没 已经到了冰心熬熬的程度 海峡对岸 蜻蜓开始实行残酷的 近海迁界政策 郑成功的粮草补给线已被切断 台湾行乐途中 这个人物是郑成功 其实郑成功在台湾的那些日子 何尝有一日之乐呢 为了稳固军心 他铁腕实施严刑峻法 惩处了一批虽有过失 但罪不当死的将领老臣 对于蜻蜓 近海迁界的绝杀手段 郑成功一生长叹 然后 辞令各处收沿海之残民 以我东土 开辟草来 以相助耕种 竟然有一批又一批的沿海难民 闻风而至 这些人不仅带来了丰沛的劳力 也把大陆先进的农耕技术一同带来 他们毗邻而居 彼此照应 渐渐就有了许多新的村落出现 在早些郑成功来之前 当然这里已经有唐人 有华人到了这里来开发 可是基本上那个村庙都属于 比较是草料的形态 真正的开庄立庙 形成了台湾的屯肯社会 还是从郑成功到台湾之后 台南六甲乡的这个村庄 就是在郑成功时期开创出来的 台南六甲乡的这个村庄 與村民共同信奉的 戴天府王爺的生日 雨中的布袋戲 是專門演給廟裡的神明看的 好英 英雄哲語 拜託 我們的祖先 從明末清初的時候 從登山移民過來 從雖然電信公 渡台 過來台灣 定義在這個地方 據我們老一輩的人講是 移民到這邊啃執 他們在那邊就有 就有供奉這個神明 他們移民到這邊來的時候 就順便將這個神明 移到請過來這邊 一個是當為信仰 一個是當為精神的寄託 為神靈的生日聚集聯歡 這是開莊立廟後形成的習俗 幾百年延續至今 正往金明登陸紀念碑 每年農曆三月十一 寶生大地淡辰的日子 台南雪甲都要舉行 上白礁夜祖祭典 現在每年的那個 水甲祖祭公的龍曆三月十一號 就是在那邊搖眼祭拜大陸 雪甲搖祭的是這座廟宇 這是供奉寶生大地的 白礁慈祭公祖廟 祖廟所在的福建龍海白礁村 當年有三百多名青壯年 跟隨鄭成功東征台灣 其中一人名叫李勝 李勝 董事 須到帝神公軍隊要來台灣 為了渡海 平安 所以李勝這個家人 在我們祖廟 就是我們傳書的東安館 白頭鄉請我們開啟日子 請到我們台灣 學家 後來 雪甲蓋了慈祭公 以供奉李勝 從祖廟請來的寶生二大帝 我們的老祖 李勝 李勝我的老祖 他是在1661年 參加了帝神公 帝神公他的牛草官 他的先鋒部隊牛草官 來到學家的頭青寮 李勝追隨的那位 鄭成功的良草官 叫陳一貴 他的身份很特殊 據說是鄭成功的孤障 開啟書作 彈一貴 那當然是 擔任帝神公的 有牛草官 我們第一次祖罵 鄭四四兩 是鄭成功的親姑姑 一共加建十三口 從金門經過平安府 到台灣 在這邊建立家園 祝好一個名稱叫做中桌 鄭成功趕走荷蘭人後 陳一貴和李勝的軍隊 留在了台南雪甲 都在這個學家這個所在 在這裡留在山間 我們現在 通過現在 現在以我來說 我是第十台 現在已經有第十四台 陳一貴的後人 同樣知凡夜貌 以後的驚孫 就會往北台南 高雄 甚至到台東 北部的時候都嘉義 台中 台北 我們最專心 各地驚孫 數萬人 中洲地區 差不多兩三千人 台南雪甲 古老的宋江鎮 跳躍騰挪虎虎聲威 他們或許是350多年前 留在雪甲中洲的那些 民政軍人的後裔 祖先勇猛的性格 在這種陣列中得以彰顯 從軍隊開發 南後到招引 普通的平民到台灣去開發 到台灣去做火 他的客觀效果就是 引起了台灣土地開發 就是閩南人的進入台灣 過台灣 以後的所謂的 大規模的唐山過台灣 是他一個前奏 在鄭成功的大軍 飽受饑餓與疾病之苦的時候 荷蘭的增援艦隊 卻來到了台灣 越南遮成 得到了充分補給 城內的荷蘭人 歡呼雀躍 士氣大震 鄭成功再次面臨危機 他必須把荷蘭援軍打跑 否則不堪設想 空著肚皮的正軍 與荷蘭軍隊再次交鋒 這就是9月16日的 台江內海海戰 回憶和熱蘭遮城內 所有的荷蘭人 都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他們看見荷蘭增援艦隊的戰船 被打中了 著火了 而吃了敗仗的那些荷蘭援軍 竟然就扔下熱蘭遮城 架船逃離了台灣 而鄭成功也不能再久等下去了 他開始部署 對熱蘭遮城的總宮 就在這個時節 1661年農曆10月初三 蜻蜓以通海 也就是私通鄭成功的罪名 將在北京的鄭之龍 及其子孫家眷11人 滿門超展 鄭成功是在來年正月 才得知這個噩耗的 他頓足辟勇 望北而哭 終夜悲毫 不能自瑜 在台灣的鄭成功是全軍 全部人都穿上白色的稿束 然後幫他爸爸這樣子送他一行 鄭成功兌現了17年前 與父親決裂時的那個承諾 全軍搞束 這應該是台灣歷史上第一場 規模浩大的祭典 鄭之龍在他當年 開機立業的台灣上 享受到他的不孝之子 獻給他的這份孝心和哀容 九泉之下 不知會有怎樣的酸楚 與感慨 台南安平的這片墓地 當年叫烏特勒之高地 主有一個荷蘭軍事堡壘 稱為烏特勒之堡 它居高臨下守衛著熱蘭浙城 根據一個投降的中式的建議 鄭成功對熱蘭浙城的總工 將以這個烏特勒之堡 為主攻目標 從廈門運到的30門重炮 由南北東三個方位擺下炮陣 圍城九個月 決定台灣命運的 熱蘭浙城工防戰打響了 1662年1月25日凌晨 鄭成功下令開炮 30門大炮向烏特勒之堡 和熱蘭浙城猛烈轟擊 一天之內發出2500發炮彈 其中1700發左右打向烏特勒之堡 幾乎將那裡移為平地 熱蘭浙城守軍的士氣被徹底擊垮了 荷蘭人終於明白 除了離開台灣 他們已經別無選擇 1662年2月1日 鄭和雙方終於簽訂了 《地和條約》 和約的第一條是 雙方都要忘記仇恨 鄭成功他打引荷蘭人 一個是允許他們把 珍寶不息之屋帶走 第二是讓這些荷蘭人 敲鑼打鼓 吹著喇叭 很體面地從台灣撤走 在300多年前 就有那種紳士風度 非常的紳士 鄭成功在心目中 主要是要來收回土地 地當歸我 就是完成了這個鄭成功的縮驗 這是台灣史上第一個 行事完整的 政府與政府之間的國際條約 同時也是近代中國 在國際上含有的勝利表征 和約留下的這一個署名 標明鄭成功是以 明朝昭討大將軍國姓的身份 從荷蘭人手中收回了台灣 開闢金針竹株和儀 十年始刻赴仙姬 但僅僅四個月後 他卻粗然離世 享年三十八歲 清康熙三十八年 西元一六九九年 他的靈舅經康熙皇帝下詔同意 由台南千藏福建南安的正式祖墳 墓碑上僅有他祖父和祖母的名字 五世和七世是他的父親鄭之龍 及長子鄭金 他的名字僅用六世孫替代 他不會想到在他死後 竟漸漸成為台灣本土性的一個神明 鄭成功可以講是本地的一個特別的神明 他是台灣本地成神的 現在台灣大概有一百三十幾天 拜鄭成功的廟 在台灣本島設置行政周線 是從鄭成功之後開始 而且所開閉的銀盤村落 這個立廟社莊也形成了台灣的 臀墾社會 接續後來的這個清朝的統治 大批的移民 隨著這個移民路線呢 開發了台灣 所以台灣的人把它稱為是 開山王 開台聖王 開台尊王 民間 官方 台灣 大陸 歐洲 亞洲 數百年來 鄭成功的形象被賦予多種多樣的造型 色彩和意義 這大約又是他生前所無法想像的 而民族英雄這一稱謂 代表了中國人對他的共識 當他在台灣留下自己這張標準畫像時 他更不會想到 他是他那個時代唯一 擊敗了在全球所向披靡的 歐洲海上霸權勢力 扭轉了遠東海洋格局的中國人 荷蘭人在遠東最大的貿易鏈 被我們鄭成功攔腰打斷 那以後他再不可能北上 不能在我們遠東的海衣控制海潛 那麼這個遠東平靜以後 那麼才有我們的康田盛世啊 一個人物能使那麼大的面積 也可以說整個遠東的機勢 發生變化 讓它平靜兩百年 他了不起就在這裡 他被評價為 四季四季 國際的海上大英雄 1662年2月9日 魁伊率領2000名荷蘭人 離開熱蘭浙城 登上前往巴達維亞的船隻 荷蘭在台灣38年的統治結束了 登上甲板的菲利普梅 遠遠遠看到國姓爺輕率幾個武裝士兵 從已經毀壞的烏特勒之碉堡 向角城的後方騎馬下來 進入熱蘭浙城堡裡面 此後鄭成功都住在這裡 度過了他生命的最後四個多月時光 1624年 荷蘭佔據台灣 鄭成功誕生 1662年 荷蘭被逐出台灣 鄭成功逝世 莫非是一種天意嗎 似乎他專為這座島嶼而降生 使命結束了 生命也隨之而去 作詞・作曲・編曲・編曲 馬如 vähän 西元1662年6月23日 郑成功突然去世 郑市内部随即爆发了一场 刀光剑影的夺位之争 郑成功的长子郑晶 和他叔叔郑习兵戎相像 最终20岁的郑晶获胜 成为台湾新一轮的统治者 这年清王朝的年号改元为康熙 一年前甚至皇帝突然驾崩 三皇子爱心觉罗玄业继承了皇位 这个开创了所谓康前盛世的帝王 继位时年仅8岁 两方人物隔海博弈了20年 使得一个台湾海峡恶浪滔天 最终有人了断了这盘困局 完成了一同版图的大业 当年这个名叫雅口的乡村 还叫做南巡 是福建近江沿海的一个小渔村 这片气派的施家大作 那时也仅仅是几个相间瓦屋 1621年 施郎出生在村里 一个家道中落的农民家庭 7岁读私塾 到了13岁 贫寒的家庭 已经供不起他继续读书了 于是一个紧紧粗通文末的辍学少年 开始一边打工一边习武 17岁 施郎加入被明朝朝府的郑之龙队伍 九年间就从士兵升官到游籍将军 清顺至三年11月 郑之龙决定前往福州 去跟清军谈判 为防万一 挑选了500名无意高强的将士随行 这个施郎就是在这500人里 那么到了福州以后 贝勒他就使用了计谋 把这个郑之龙的学词 而随从500将士 都被强迫分配到清军的各个银行 那么我们说司朗 是在这样的一种状况下 第一次详亲 也就是被迫详亲 顺治六年 应证成功地召唤 施郎转身投奔抗清的郑家军 尽管那还是一支非常弱小 屡战屡败的队伍 那时 郑成功25岁 施郎28岁 英雄是英雄 两人心心相习 情同手足 郑成功为施郎 以左先锋的要职 而施郎也确实相当卖力 为郑成功立下汗马功劳 然而好情不长 他们心生嫌隙了 恶性循环 彼此伤害 最终一件看似很小的事情 成为施政矛盾爆发的导火线 这就是曾德事件 施郎手下有一个清兵叫曾德 按照史籍的记载 他是犯法当死 犯了死最后就逃到这个郑成功那边去 那么郑成功就把他这个 安排作为自己的清水 施郎这个人 他就吞不下这口气了 就派人去把曾德给抓回来 治他的罪 结果就把这个曾德给处死了 这就明显犯上了 郑成功发怒了 后果很严重 他下令将施郎 以及施郎的父亲施大萱 弟弟施贤抓了起来 关押期间 施郎设计逃脱 这就把郑成功更为彻底激怒 积存已久的怨气终于大爆发 于是刀起投落 施郎的父亲与弟弟命丧皇权 我们知道这个杀户之仇不共戴天 那么施郎为了报复仇 他也必须借助一股力量 因此详亲成了他唯一的选择 这个悲剧令双方两败俱伤 施郑二人从此势不两立成为死敌 郑成功一个大的食物就失去了 这个不得了 十年过去 1661年 郑成功东征渡海到了台湾 清廷随即建立福建水师 施郎由同安总兵被升为第一任水师提督 康熙三年 康熙四年 施郎两度率领福建水师征台 全都受阻于风浪 无功而返 两次阻风以后 这个清政府内部就请起环队用兵台湾 认为用招呼的手段就不会解决问题了 所以这个清政府就放弃了武力进去台湾 这样的一种战略 裁测福建水师 把四郎调到北京去当内大权 内大权 就今天话来就养起来 毫无疑问 清廷的招呼政策 给了台湾的正式政权 非常难得的喘息之机 1664年 清军攻占金门厦门 政经丢失了在大陆的根据地 可以说是相当狼狈地退到台湾 庆幸的是 他身边有个陈永华 陈永华当时候所面对的 是你要扶持一个这么年轻 少不更事的一个这个年轻人 只会把妹 只会写诗 然后看到一些唐诗诵词 这样子的一个人 年轻的正经也曾雄心勃勃 他能写出 复仇血耻之和日 不展楼兰事不休 这样大气的诗句 郑成功非常聪明的地方 就留一个陈永华在他身边 陈永华是泉州府同安县人 15岁那年 因国破家亡 而投奔史智抗清的郑成功 郑成功对他大为赏识 让儿子郑经拜陈永华为师 事实证明郑成功是有眼光的 在清庸的陆顶记中 陈永华的身份是 反清复明的天地会总舵主陈靖南 这当然属于小说家的虚构 但陈永华在台湾 绝对称得上这句评语 为人不适臣靖南 变为英雄也枉然 陈永华一直被占预为 他就是名正的诸葛 犹如当年诸葛亮辅佐刘备父子 陈永华对正式两代 也是鞠躬尽瘁 在陈永华的主导下 民政时期的台湾有了十多年 历经图治的岁月 郑成功时期的行政区划分进一步完善 改东都为东宁 改天兴万年两县为州 在台湾南北及澎湖 设立三个安抚司 依然沿用南明的永历纪年 货币是这种永历通宝 客庚众通渔盐 安抚土藩 贸易外国 台湾的这份蓝图是正成功描画的 陈永华忠实地继承了下来 尤其是鼓励囤肯的政策 更是大获群小 所以使得这个粮田大量的增加 河南的时候 耕地面积大概有8403甲 可是到了1684年的时候 它增加到18453甲 所以这个土地的一个大量增加 当然造成它经济的一个发展 而且土地的增加也使得人口增加 河南的时候 汉人大概两万五千人 到1680年明镇末期 二十年间台湾汉人移民 增加到大约二十万 从此形成了台湾 以汉人为主体的移民社会 大约在1649年 一艘从金门开往泉州的船只 被飓风吹到了格玛兰 宜兰 一位被后人称为台湾文献之组的人 就这样九死一生地飘零到台湾 他叫沈光文 浙江银献人 是一位饱读诗书 满腹经伦的名墨宜臣 沈光文从格玛兰 艰险跋涉来到台南 台南善化成为沈光文最终落脚的地方 当时这一代名叫穆加溜湾社 沈光文老师 他来这里以后 他就叫这些平补族人 学汉字 试字 读书 教他们做人做事的道理 因为沈光文的到来 这里成了台湾最早 传播汉文化的地区 而且呢 因为他也懂得中医 这些平补族的百姓呢 生病了 就帮他们医病 而且呢 还叫他们播种 种这个农作物来生活 所以他们对沈光文老师呢 无情当中就是非常的尊敬 善化这座沁安宫 是当地民众追怀沈光文的庙宇 供奉着沈光文的神像 沈光文遇台近四十年 写下不少诗文 这是在台湾产生的第一批 汉文著述 因此 清代台湾首任侏罗县令 暨吉光评价说 台湾有文 自光文史 那时有着八百多位 不愿详亲的明朝遗臣 文人士大夫 先后随郑成功夫子 渡海到了台湾 其中步伐像卢若腾 王中孝 徐甫远之类的素儒名士 这些人满腹锦绣文章 却不幸遭逢动荡之秋 他们为大明王朝消亡 而剃泪烹沱 却也催生了泉勇的财思 有的写书 有的结社 吟诗 由此掀开了台湾文化 教育史的第一页篇章 最具画时代意义的是 陈永华所唱见的一座 孔庙 1665年 正经撤往台湾的第二个年头 台湾新开垦的土地 获得了第一次好收成 陈永华不失时机地 对正经说了一番话 陈永华跟他说 现在开辟有成 应该肃建圣庙 开科取士 培育人才 未来才有机会 跟青草相抗衡 正经就听从 这个陈永华的建议 所以在永历19年的时候 设立这个孔庙 开始开科取士 这是台湾的第一座孔庙 也是台湾的第一座 官办学校 陈永华亲任主持人 儒学教育 开始在台湾内 落地神根 这是中华文化 移入台湾的标志 清盛至十年 清朝对正事 进行了一次招呼 从这年在郑成功 老家安平的鲍恩寺 第一次议和开始 长达三十年间 双方有过不下十次的和谈 他们在谈判过程当中 要达成共识是很难的 这样敌对两个阵人 现在他们最大的分歧 在什么地方 最大的分歧 从表面上看 就是剃不剃头话 清兵入关以后 对汉人都要求他们 都要剃话 剃了头 那就表示你认同我 不剃头就砍头 叫做刘化不剃头安 郑成功正经是坚持不剃头话的 他们当时提了一个口号 叫原朝鲜利 很多人对这样一个问题 产生了误解 以为原朝鲜利 就是说要像朝鲜那样 成为一个独立的一个国家 其实不是这样的 原朝鲜利 就是说还是汉人一光 不剃发 其实说谈判只是 就斗争了另外一种手段而已 所以最大的分歧 就是剃不剃头 实际上跟结底 就是政治认同 所以谈判破裂了 孙智十八年八月 清廷实行近海迁戒 沿海三洗礼迁戒 兼臂青岩 就是不让老百姓 跟政治成功结出 然后就断绝它的供应 把它困洗掉 北起山东南到广东 五个省富饶的沿海地区 变成无人区 在今天的闽南地区 陆续发现了几块这样的石碑 它打造粗糙 毫不起眼 但当年 它曾那么令人心惊肉跳 密密麻麻的遍布 在沿海五省 千万里道路田园上 一块这样的石碑 意味着一个村庄的湮灭 一群难民的流亡 画街的地方挖这个街沟 而且绿带墙科西五一号 现在的永河那边 有一块石头上面就写着 凤纸边界十个字 那就是当时留下的东西 所以如果跌个这个街墙的话 可以把它杀掉 沿海的这些土地 本人都是比较规沃的 这些人抛弃土地 抛弃家园 背景立项 促进非常的器材 而且一时前进海 不能到海上去贸易 不能到海上去捕捞 而且沿海结果为了防止 这个政经的进攻 骚扰 还杜杂了大量的军队 这些军队啊 要吃饭啊 要有一些事要 要老百姓为他们付劳役啊 等等啊 所以这个就极大的加重了 沿海百姓的负担 你想想这个整个东南沿海 集省的老百姓 当时有多痛苦 康熙十二年 三繁之乱爆发 台湾的政经 趁机反攻大陆 打回了福建 当时整个东南沿海啊 狼烟叠起啊 可以说是百姓土瘫 一共有六元之酒啊 这个政经啊 才被逐出东南沿海 这个清津啊 这个在平定三欢 和这个 和这个政经作战的 这个过程里面 应该说是花了非常大的力气 遭受不小的损失 直到康熙二十年 三繁之乱才基本被平定 此时 二十七岁的康熙帝 羽毛已疯 他抬眼难忘 最令他头疼的 也只剩下一海之隔的台湾了 台湾问题一日不解决 东南海将就一日不得安宁 现在他不想再拖延了 他二十年的老对手政经 已经衰老下去 反攻大陆遭到惨败 给了政经致命打击 自此 他斗志尽失 唯米不振 在纵情酒色的日子里 浑浑噩噩地度过一年多之后 于1681年3月17日 病死在这座建筑里 十年39岁 政经死前一年 他曾经倚重的陈永华 已经先踏而去 陈永华走得同样十分抑郁 他已经失去了权力 归隐到他的开垦之地 赤山堡的这片湖水边 逐世隐居 重连自渝 此前某日 他摘目祷告 继而长叹 正实之作不容已 一切都在印证着 陈永华的预言 六年在大陆作战 已将台湾十几年来 辛辛苦苦积累的家当 几乎掏空 为了填补财政亏空 而强征爆炼 搞得民怨沸腾 风调雨顺的好光景 被连续三年的水灾 旱灾所取代 米架腾贵 饿死了许多人 雪上加霜的是 在人口最密集的 赤坎和安平 连续发生大火 而这一切 都不如当权者的内斗 来得凶险 金庸小说《鹿顶记》中那位 一剑无血缝稀犯 却有其人 但他并非以剑术 而是以权术令人身位 在正经死后 仅仅几个时辰 他就逼死了 正经指定的接班人 郑克脏 正经长子 而把自己 十二岁的小女婿 郑克爽 正经的次子 扶上王位 而他本人 则大权独揽 成为真正的王 正式集团 已经摇摇欲坠 主右国须 内乱必蒙 内外交困 无不利溃 消息被福建总督 姚启胜 禀告朝廷 姚启胜奏请康熙 抓住时机 立即出兵 奏章上大声疾呼 时乎时乎 不可失眼 康熙当即下旨 一乘机规定 澎湖台湾 勿其脚辅并用 敌定海江 无物事机 但是康熙想不到 他所看好的 真台同帅 福建水师提督 万正色 却打退堂股 万正色 泉州人 曾是康熙最为倚重的水师将领 在福建沿海地区 与政经部队交战中 万正色的表现可圈可点 但如今要跨海作战 万提督产生了畏惧感 万正色 上师缓队 进攻台湾 认为正将刘国先 自勇不可打 谁都打不过他 所以康熙敌对他很恶火 寻找新的水师提督人选 以示刻不容缓 从康熙七年 西元1668年 卸任福建水师提督 前往北京充当内大臣 师郎已在京赋贤十三年 挂甲的老将 成日只能以书为伴 一介武夫 开始翻阅二世一史 从中自然多有受益 儿孙满堂 但要靠夫人变卖首饰 做女工来补贴生计的程度 埋怨清急 偶然有客人来 他就会激动起来 把自己手绘的台湾地图摆出来 淘淘不觉得说 台湾要怎么打的战略问题 十三年间 他一刻也没把那个岛 和岛上的正事遗忘 尤其是三繁之乱爆发之后 三繁之乱爆发以后 福建他的家乡 都遭受了战火的劫难 那么师郎一谈到这些事 都泪水中痕 泪水中痕 所以他非常急切地 希望能够被重新启用 师郎不知道 福建总督姚启胜 一直在关注他 福建总督姚启胜 因为他在这边任职 他很了解福建的精明 对师郎的印象 所以他一再保举师郎 姚启胜的保举 可谓不遗余力 他甚至表示 愿以全家百余口生命 为师郎做担保 促使师郎出山的最后一把推力 来自内阁学士李光帝 这是一个深得康熙器重的人物 另外他是福建泉州安息人 与师郎算得上老乡 康熙十九年七月 因三繁之乱 被困于福建的李光帝 返回了京城 这个时间点非常重要 那个时候恰恰好 是清政府开始考虑 要对台湾采取鼓励姐姐的时候 这个师郎就经常去找他 毛遂之间 那本来李光帝 对师郎印象是不好 认为这个人很狂妄 可是经过几次 跟师郎的交谈以后 他发现师郎可是真有本事 所以他在心中就有事 康熙二十年七月 李光帝入朝 向康熙郑重推荐师郎 他举出四点 很充分的理由 其中之一是 正式的官兵们 对我们现在清朝方面 他守慰藉的人 就师郎一人 你如果任用师郎为家 那就先生夺人 康熙二十年八月 师郎被任命为福建水师提督 六十岁的老将 终于重劈战袍 再度出山 重新组建的福建水师 离他的要求还差得很远 时不我待 他必须尽快打造出一只 能够跨海征战的精锐水师 他必须物色到一批 能够冲锋破浪 勇敢克敌的将领 一片士气高涨的备战气氛中 谁也想不到 前线最高指挥部 却产生了矛盾 而矛盾双方 竟是师郎和姚启胜 起因是 师郎到厦门没几天 就向朝廷上奏 伸手要拳 单独指挥作战的专争大权 将相师和 在无休止的论争中 出兵日期一再拖延 康熙21年10月 康熙帝最终下了决心 师郎根据时机 独自网征 即为合宜 姚启胜等协助师郎 催运良响 师郎如愿以偿 获得了专争大权 康熙22年6月14日 同山公前湾 清晨 南风轻吹 海面无波 63岁的师郎 率两万多名将士 三百余骚战船 从这里出发 驶向澎湖 澎湖望安岛 当年叫做巴兆岛 师郎水师这回 真的很顺利 一路南风相送 出发的隔天下午 就到达这座岛屿 师郎他的舰队 首先来到了望安的水安 发现刘国轩 并没有把军力 驻扎在那里 刘国轩 就是被万政色认为 智勇不可挡的 那位政军统帅 他是闽西长厅人 25岁投入正成功帐下 出生入死 多谋善战 师郎在对岸 莫马立兵时 他也没有闲着 竹炮城 设炮台 海岸线建矮墙 配置火枪镇 台湾十九镇水师 金锐 清朝而出 驻防澎湖 重兵密布 保卫刘国轩的 大本营娘妈公 也就是今天的马公 刘国轩建起的澎湖 陆海防御体系 可说是新罗旗部 但刘国轩犯了 个致命的错误 他的部将邱辉 向他建议 趁师郎刚到澎湖 立足未稳的时候 主动出击 刘国轩拒绝了 措施良机 刘国轩 他的事务就在于 对于风信的估计 他认为六月份 在澎湖 经常刮台风 都不必我们去打 早晚会起台风 把师郎周书 都把它覆没掉 他把希望寄托一天 6月16日 到达澎湖的第二天 师郎便发动进攻 澎湖出战打响 海战持续了半天 双方打得旗鼓相当 正军伤亡稍大 但清军略显被动 师郎水师的先锋兰里 腹部中弹 杜长流了出来 他让弟弟把肠子塞了回去 挺身继续指挥作战 南里因此有了个 破渡将军的城湖 6月22日 清军发起总攻 决战开始 师郎水师的200多艘战船 分为左中右三谷 左右路 阳攻侧应 声东及西 中路 师郎亲自指挥 攻打刘国轩的统帅部马攻 刘国轩起开 最终没有到来 老天爷帮了师郎大忙 但决定胜负的最关键因素 还是人 师郎舰队汇聚了一批最优秀的水师将领 如吴英 林贤 朱天桂 兰里 师郎还把自己20多个亲人 分配在各条战船上 去跟其他将士冲锋陷阵 同生共死 其中包括他的四个儿子 最小的失事票 年仅16岁 显然就非常激励时期 而师郎在7天前的初战时 被射伤了右眼 他是睁着一只左眼 站在指挥台上的 决定台湾命令的澎湖大海战 最终有一个独眼将军 决定胜负 这天的交战 从上午一直打到太阳落山 这是台湾海峡 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场海战 施郎水师用阵亡300多将士的代价 尖敌12000多人 6000多人投降 可说是战果辉煌 政军主帅刘国轩逃回台湾 经过澎湖一战 台湾这个最强硬的主战派 变成了最坚定的主和派 澎湖马公镇 这座其貌不扬的小祠 叫做施公祠 它是今天的台澎地区 唯一专门祭祀施郎的祠堂 当地有一种说法 因为施郎当年善待政军俘虏 不忘开杀戒 所以见生辞以报其恩德 打下澎湖以后 当时的福建总督姚启成就 吹斥师长要赶快乘胜前进 不让台湾本岛的政军 苟元残传 那师长他不是这样 不是说马上出兵去打台湾 而是驻兵澎湖 派人到台湾本岛去 招呼正式政权 澎湖一战 民政军队可以说精锐尽失 但是台湾本岛的政军 还有四万之众 两倍于清军 如果拼死固守 又将燃起一场血流成河的战火 此外一些将领则 试图撤退到旅宋岛 菲律宾以保全实力 就在这个关头 师郎提出了《约法三章》 《约法三章》 功官尸绘 第三个 正式父子 结施信 后代他们不杀禄 當然這樣的條件提出來 是讓這個政策手是很心動的 當他的業婦洪示範 跟五平侯劉國賢 在伺候接受招呼的問題上 發生爭執的時候 他沒有稀裡糊塗 他非常明確地表態 支持了劉國賢的意見 一個14歲的孩子做出這樣的選擇 應該說看得非常準確 是一個非常聰明的孩子 7月20日 鄭克爽讓劉國賢下令 替法相親 然而這個叫朱樹貴的人 卻不願投降 他是明朝的皇族後裔 封號為寧靖王 1664年正經從大陸 退守到台灣時 特地將他從閩南引寢到台灣 作為民政台灣的正統象征 澎湖戰敗 鄭克爽決意詳心的消息 接連傳來 朱樹貴將他的五個妃子 照到身邊 讓他們各自去尋求生路 不料 在一場撕心裂肺的悲氣之後 他們全都選擇了 亡生 俱生 亡死 俱死 於是 五個女人 將自己懸吊上 畫洞雕梁 香消玉韻 第二天 五具棺木 在城南奎豆山 潦草下葬 一秋黃土 於是具有了 七美的食意 隨後 66歲的朱樹貴 穿戴上龍袍玉戴 在他的王座上方 自意而亡 這天是西元1683年 農曆7月11日 大明王朝的最後一縷香火 熄滅在台灣這裡 台南市大天后宮 曾是正經為朱樹貴 建造的寧靜王府 朱樹貴留下遺囑 將這座府邸 贈奉為天妃神祠 用以蟲似媽祖 但吊詭的是 最終實現他的遺願 使得台南有了這座 大天后宮的人物 卻恰巧是朱樹貴 最怕見到的 清軍統帥 師郎 這場戰爭 與媽祖 產生了諸多神奇的關聯 媽祖 本是北宋時 福建莆田梅州人 名叫林茉娘 據說她少兒能知人禍福 屢顯神意以濟世人 27歲時 在梅峰山升天而去 在那之後 航行於海上的船隻 每遇到風濤賢祖 她就在雲層間 翩然現身 舊險渡劫 林茉娘 於是被神格化為 海神媽祖 梅州媽祖祖廟 有這麼一幅壁畫 畫的是一段著名的 媽祖聖基 景泉祭詩 這裡是故事的發生地 莆田平海澳 湯祭二十一年 師郎和尤其聖 所以沾穩大軍到偏海 開始為其半年的 隨時訓練 但遇到嚴峻的問題 這裡久汗無雨 大軍面臨沒水的狀況 好不容易找到一口井 卻又是淤泥甜色 井水枯竭 師郎只得向媽祖祈禱 奇蹟出現了 第二天 水呢 是永遠不斷地流出來 幾歲的三萬大軍的 淫水萬女 師郎因此寫下了一篇 《詩全景記》 紀錄下這件神奇的事 這時今天聽起來像是神話 但當年 師郎以親歷者的身份 言辭做作地 向康熙皇帝做了匯報 在請求加封媽祖的奏折中 師郎還說 大軍在澎湖八兆島 胡錦雨 也發生了天妃刺甘泉的神蹟 甚至在澎湖大戰的時刻 媽祖也顯身前來助戰 將士們都說 恍如看見天妃如在其上 如在其左右 所以他很感念這個媽祖 到台灣以後 把明鏡皇后 趕為這個大天后宮 變成一個官室的一個廟宇 媽祖會由天妃封為天后 就跟這個戰爭有關係 康熙二十三年八月 因師郎加封媽祖的奏章 康熙皇帝班趙 對媽祖進行春秋兩祭 並派官前往梅州 義廟祭祭 梅州祖廟 沿襲了古代對媽祖的 皇家祭祀典禮 媽祖由天妃 身格為中國女性 最高品階的天后 一說 因為康熙二十二年 師郎指揮的這場戰役 另一說是 乾隆二年 兩位台灣首將 海上遇險 得媽祖神柱 而被乾隆皇帝加封 無論哪一說 都是原由台灣 梅州祖廟的香火 有多少分香到了台灣呢 在今天全世界 五千多座媽祖廟中 台灣就佔有十分之一 五百多座 台灣成為媽祖崇拜最盛 信眾最多的地方 如今由信眾們 給了天后媽祖一個新的封號 海峽和平女神 康熙二十二年八月十五日 師郎率師登陸台南 由劉國宣 冯錫范等明政文武百官 一路迎奉著 不如這座建築 政客爽在此恭候著他 壽祥儀式 在曾經的寧靜王府舉行 政客爽向師郎交出了他最後 也是最重要的一刻印章 象征明政最高權力的明朝 招討大將軍應姓 由南明龍武帝授予的這個封號 正式演習了三代 從政成功到政經 再到政客爽 台灣二十二年的明政時期 宣告結束 巧合的是 也就在這一天 康熙帝街道師郎的奏章 得知台灣決定納祥的消息 這一天正好是八月中秋節 從海外傳來一家印 所以康熙當時她心情是很高興的 8月27日 康熙傳指師郎 只要正式部將納土歸來 則既往不救 並且從優任用妥善安置 8月22日入台第七天 師郎跨境這座建築 這是正成功的家廟 儘管台灣已經納祥 但師政之間的個人恩怨 還沒有一個了結 當年的殺父之仇 師郎怎會忘記 如今 他作為掌握了 生殺大權的勝利者 走進這裡 會做出如何舉動呢 台灣人在看著他 出人預料的是 師郎是來哭妙的 他說 我跟元品王本來就是金城 就像兄弟一樣 因為我小力釀成大患 所以我今天是奉公來討伐 但是我也有個人的理由 不過事以至此 大丈夫不過如此而已 所以他這個已經玩了心願就可以了 還認為這樣做 公益施恩就可以交代 所以拜完以後 自己腦淚還流了下來 這個是他的政治上的舉措 他的哭妙的行動 他的這個維持治安的行動 都是為了安定台灣社會 所以他在台灣只有兩個月 後來他留守總兵吳英六個月 台灣那八個月可以講 事不亦是民不知兵 百姓並不覺得這個 有經過戰爭的習慣 康熙22年 西元1683年的那場戰爭經歷 很簡約地寫在了這塊杯上 他這邊那個杯上面有寫到說 納款而後 台人及無人 有犯民間一師一好者 法無色 所以除了澎湖一戰之外 入台之後 這個師郎 包括他的 後來留守台灣的無鷹 都沒有殺半個在台灣的軍民 當然對台灣的這個社會 還有產生了安定的作用 所以後來 連續了清朝在台灣統治了212年 這塊平台紀略杯 杯文由師郎所寫 他很有深意地 立在明正向清朝納祥的地點 台南大天后宮內 納祥之後 正式的文武各官 及政軍將士四萬多人 陸續被遷回大陸 鄭克爽被送往北京 受封為漢軍公 爵位很高 但有賢無職 37歲過世 馮席 封伯爵 劉國軒被任命為天津總兵 65歲時足於任賞 師郎在台灣待了兩個多月 於11月間 班師回到廈門 幾乎是爭辰未喜 就趕往福州 朝廷要員和福建 封江大力 在那裡開會 討論台灣的氣流問題 當時議會的這些 對於台灣的氣流問題 沒有定見 怕這個留下來沒有好處 把他放棄 又怕有什麼後患 幾期不定 師郎在會上把自己的意見講了 但是他怕講得不透 所以後來又寫了那篇著名的工程台灣氣流書 就全面的闡塑了 要把台灣納入清朝版圖的這個理由 師郎當時立派眾議 他提出的理由 一個很重要一點 就是台灣它有 重要的戰略地位 這個台灣的氣流關係到 東南沿海集省的安全問題 如果你不在那裡 建立行政機構 其他外國或者 疊對的是佔據台灣 他就威脅到大陸 特別威脅到福建跟浙江 你東南沿海 你這個中國的海疆 竟沒有安寧之日 第二方面的理由呢 就是他也了解台灣 所以他說台灣 不是你們有些人 所想像的是蠻荒之地 完全可以開發 台灣土地回沃 南北數千里 這麼一個廣闊的一個島 你放棄未免可惜 雖然呢這個奏稿呢 對於這個台灣的命運 應該說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所以康西帝那個表態就不一樣了 台灣氣體首官盛大 就是說要不要把它收進來 那這個關係可大了 終於促使這個康西帝 這個下街心把台灣納入板頭 對於這場八個月的台灣氣流大討論 還有另一種解讀 康西皇帝不可能不要的嘛 一講就不要台灣 你白打了這一場戰爭嘛 是不是 哪一個皇帝會放這麼大的榮耀 他叫陳夏去討論 說氣流之意 我告訴各位 是他的幌子 他是要彰顯台灣的重要性 要彰顯台灣戰爭的榮耀 讓陳夏你去爭吧 你去講吧 講到最後 偉大的康西皇帝 這是結論嘛 清康西23年4月14日 康西皇帝發布預指 將台灣納入清朝版圖 設立一府三縣 即台灣府與台灣縣今天的台南 鳳山縣今天的高雄 侏羅縣今天的嘉義 隸屬於福建省 當硝煙散去 海也就開了 康西23年 朝廷解除了 近海遷戒令 流落他鄉的百姓 終於得以重返家園 在遵旨協助師郎東征的姚啟盛 已經開始籌劃流民返鄉的工作 對這位客進職守的福建總督 鄉土文獻留下了不少稱頌和感念的記載 11月間 師郎從台灣凱旋融歸 姚啟盛卻因背部舊疾復發 在福州黯然病故 終年60歲 師郎被封為近海侯 世襲往替 他的家鄉也由近海遷戒時的 界外荒區 荒菸野草 開始重新 有了人煙 有了人氣 廢墟上重新建起了家族的祠堂 以及這座近海侯府 因為氣派有如衙門 所以村莊的名字 也就由原來的南巡 改為雅口 如今這裡成了師郎紀念館 後人為這裡提寫了一幅對聯 富台千古 平台千古 正是一人 師是一人 三百多年過後 師政兩人間的恩恩怨怨 已被大多數人所遺忘 能夠記住的 是那個風雨飄搖的歲月裡 為了東南海面上的那座島嶼 這兩個男人都曾經赴湯到火 即使世界海峽 明明是不知名的 大陸廟 在這座島嶼 當時海峽 有很多人 都曾經習大陸延伸 做過的 現在海峽 我們很多開機族 大概就坐這個山山過來 大概就坐這個山山過來了 我們很多開機族 我們很多開機族 都坐這個山山山過來了 厦门到台湾交界的地方叫黑水沟 据说有六七十里这样一个范围 这个地方海水是黑的 如果风浪大的时候那就完了 所以很多船都在黑水沟那个地方出事 所以黑水沟一听的黑水沟是很害怕 台湾因此就有了几句家喻户晓的俗语 过了个台湾海峡 过了那个黑水沟 整个心都纠结在一起的 所以有这样的说法是 六四三流一回头 六四三流一回头 三再六亡一回头 就是讲潭山渡海的故事 它的意思就是说 存活在台湾这块土地上的大概只有三成而已 那六个人大概有时候会在黑水沟翻船 或者是上路以后碰到所谓的烘土病而死掉 那一个人就回唐山不敢再来了 这是海峡两岸共有的一个古老民俗 叫做宋王船 它源自于早年沿海居民的心愿 驱邪必灾顺遂平安 可 obtaining the lack thereof 这个人就回 Fenchi of the island 不想ד wherever you dostęp 空玩戏 这老钱去台过来 第四天海 ' ża 登天 互 这个解决了台湾问题 台湾就设了一个府 三个县 那么府上面呢 还有一个道来管它 叫做台下兵被道 把台湾跟厦门放在一起来管 那这个台湾厦门兵被道是 全都存在43年 台湾跟厦门之间 所有的包括政治经济人事 方方面的都是同一个团队 当时的台下兵被道压门 在台湾与厦门各有一个 行政长官道颖半年驻台半年驻下 不论是大陆要到台湾 或者台湾要回大陆 所有的船只 一定要经过台下兵被道压门之间 当时赴台 必须先有原籍地照单 再经过台下兵被道 核查批准才算是拿到了路条 也就是通行证 再由厦门出港 由台南安平路尔门上岸 这是官方唯一许可的路线 称为镇口 但是绝大多数来台湾的人 没有通行证 也不走镇口 而是选择了偷渡 镇口 路尔门之外的海口 都是偷渡客的登岸之地 防不胜防 刚收归清朝版图的台湾 人民稀少 地力有余 又值雨水充足 连年大有 故明广沿海各郡之名 无产业家世者 据冒险而来 以致人民聚集欲重 当然在去台湾过程当中 有些人就是参差不齐 所谓的监鬼之徒什么也有 那这样的话 后面一些地方当局 就是有一些担心 说怕以后对这个地方 残治久安不利 就是后面就是采取了一些 逐步采取了一些 限制的政策 终于在康熙57年前后 清政府颁布了 严禁无证偷渡的 渡台禁令 对赴台进行严厉管控 但是敬者自尽 渡者自渡 偷渡已经形成了一条 非常活跃的地下产业链 其中最重要一种叫客头 客头就是带领偷渡客 去台湾的这种人 它底下的有人叫做招 招引之人 去招引人家来 那么客头 他自己不能没有船 他还要找到船户 然后管船的 那么在到这个坐船之前 那都是秘密的 所以还有一种窝家 窝蚕这些人 从厦门环岛路东望 五公里外的这座小岛 是小金门 当年叫做猎雨 是偷渡船的一大停泊地 雍正八年8月12号 一条偷渡船从猎雨开出来 街上窝藏在附近的 大旦 帽子口等小岛上的 120多名偷渡客 开向台湾 没想到三天后 在广东结石海面被抓获 这100多名男女偷渡客 分别来自福建的 藤安 赵安和荣熙 客头名叫王彩 船户名叫陈荣 招影之人是算命的黄迁 和普卦的黄喜 偷渡客每人 需缴纳水缴银 二到三两不等 足够一个人 大半年的口粮钱 而这条偷渡船 从猎雨开到澎湖口 遇风失去为舵 在海上漂流了两天两夜 一直漂到 数百海里外的 广东结石海面 才被巡哨的军官捕获 这个不大不小的偷渡案 由结石总兵苏明良 奏报庸正皇帝 庸正皇帝恼火 却也无奈地欲比诸批 严禁之欲不斥再三 犹犹如此 偷渡者是何理也 这批偷渡者 肯定要有大苦头吃 但海上惊魂却大难不死 他们算是相当幸运的 有那个很坏的那种传导大 他把你送到 快到台湾的海岸的时候 叫你下去 然后船赶快开走 因为他被抓到的话 那很危险 所以叫你下去 那么沙滩到那个陆地上 还有一段路 如果长潮了 如果那个地方是 很泥泞不堪 很多人就死在这个地方 有一首渡台悲歌 唱进了航渡台湾的千难万险 千辛万苦 千亿准切莫过台湾 台湾合适规门感 全家人是无人转 地生地死都很难 但是呢老百姓为了求生不得不投赌 因为贫穷他才到台湾来 主要是肚子吃不饱才到台湾来 如果今天在家乡能过得好 平良心讲没有人愿意飘洋过海 这幅游画重现了渡海先民 与惊涛骇浪生死搏斗的情景 这是台湾海峡世纪大移民的一幅缩影 海边的这个乡村是福建晋江东石 明台两地有四百多个同名村镇 东石就是其中一个 晋江东石 有一种鼠宫灯的民俗 正月十五元宵节 在头年结婚的东石子弟 夫妻两人会提着一对宫灯 走街串巷 然后把灯笼挂在东石的家印庙 这座祭祀南宋英烈九龙三宫的神庙 成为东石人 期盼人丁兴旺家族繁茂的场所 事实上三百多年间 从这个乡村 开枝散叶到台湾的东石后裔 已经将近十万人 台湾嘉义也有个东石 两边的东石同祖同宗 嘉义布袋港 是晋江东石人渡台最早的港口之一 在这里也可以看到一座座嘉义庙 四奉着与晋江东石嘉义庙同样的九龙三宫 神庙相似 嘉义也相同 这边一座诸泽菜式祠堂 那边也有一座 这边一座玉井菜式祠堂 那边也一座 而两边的西侠菜式祠堂 同在1995年底修建完工 落成祭祖的时间也不约而同 定在同年同月同日同时辰 两岸东石菜式族人 一致认为 这是老祖先冥冥中做出的安排 经过祖先同意后 四奉于祠堂的祖谱香才能开启 世代香藏的老祖谱 被郑重请出 这个是我们以前 我们祖先过来就拿过来的 大陆过来 大陆过来就已经红柿在这边了 清道光年间修传的一部 西侠菜式祖谱 记载了一百多位 原宜居台湾的菜式先人名字 最早的是这个 对 介绍的是这个 估计是明朝的 是台湾的族坡 这个用的社区去台湾 它的颈顺还是隆重站在台湾 这个颈顺很多在台湾 是台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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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清措清盖之后 有金海灵 一个隔 我们的理性 可能是有十万人 去台湾谈 这个客气宫出的 这个第二家 这个穿越去台湾 这个台湾 这种在台湾 淡水大边庁 有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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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我们俗国内 是最小的记载 去台湾 我们到第十四世 是哪里哪里 现在中华县 通界记载 就有十百多人 去台湾 我們一族中十三世 在清調的工具離間 就有人請到台灣 就我們族保護的機制 共有730多人請到台灣 餐廳就趕著來 在這裡做山 海 這樣土到 漢族這樣而已 高粱 辛苦了對不對 眼前我們周邊這一代 大概三四百家的土地 都是百里成家他們的產業 那他們有錢之後呢 就開始教育子弟 我們現在可以看到 登營書院 那麼登營書院旁邊 是他們練習五科 考試的子弟的跑馬場 跟練舞場 一個家族 能夠提供這麼大的一個環境 來讓子弟來讀書求上進 那可見這個家族 在這個地方的經濟能力有多大 齊圍兄弟四人都接父駐台 樹端兄弟七人都住在台灣 嘲諷考中五舉人 依然前往台灣 遠切遠婚等多人 娶了台灣女子為妻 夫妻雙雙葬在台灣的 也不在少數 遠兒遠逆兄弟 很不幸同日在台灣過世 兩岸族譜 留下了許許多多仙人 來到台灣的紀錄 台灣的紀錄 台灣的紀錄 陸桃陽的江家古厝 是目前台灣保存最完整的 大型單性中青聚落 他開創基業的祖先 名叫江如南 我們的祖先是在清康市 從大陸福建的漳州移民過來 按江家族譜記載 江如南原本是一個有法術的民間道士 但他有不良嗜好 我們的祖先是在大陸 他年輕時就要拔掉 好賭博 敗光家產 既欠了賭債的江如南 為了逃債 不得已只好來到台灣 來台灣 剛才剛好這個 阿牧王水櫃 他在做飯 他說他也要天文地理 所以祖先給他 做飯做軍書 結果祖先失敗了 他就沿著三文家 走到這個地方 來到這個地方 他看這個地理很好 所以在這裡 總要在這裡定基下來 半生浪蕩 不務正業的江如南 終於找到了一塊 可以安身立命的地方 他的人生軌跡 也由此開始改變 先祖來到這邊 都是以烏龍為生 鋤頭底下有黃金 江家一代代 就在這塊土地上 農耕很重 擅長風水地理的江如南 為子孫選擇了這塊風水寶地 他留下遺訓 交代子孫永遠不能遷徙 江家後人依祖信 一代代就在這裡聚足而居 人口日凡 房子也就越建越多 大約136座建築 以閩南三河院的擴大格局 形成一個單性家族的大聚落 從開台祖先江如南算起 江家在台灣已經傳到 第十二代數千人 江家聚落 以這座宗慈為中心 第一鏡是拜庭 第二鏡是宮廳 第三鏡是神明廳 最裡面的第四鏡是祖宗祠堂 我們的祖先 對台祖來的時候 他有帶兩種東西來 一家是一個聖筊 一家是一個 這個東風宮的聖筊 這個聖筊 他到目前兩百多年 還要保持在這裡 因為這個聖筊 因為年代比較久 已經派去了 這個聖筊 目前還要隔壁 我們的東風宮 這個聖筊堂 這裡請這個東風宮 這個聖筊 請下去 帶著祖先香火 在請上家鄉的神明 一同上路 以求庇佑 一尊尊神明 於是跟著渡海的人們 到了台灣 各種原鄉信仰 也就移植到了台灣 形成今天 台灣廟宇伶俐的風景 大致而言 張州人信仰 開張聖王 陳元光 泉州人信仰 觀音菩薩 或清水祖師 同安 廈門移民 信仰寶生大地 閩西客家人 信仰定光 古佛 越東客家人 則信仰三山國王 而渡海先明的普遍信仰 是海神媽祖 一尊尊神明 一座座廟宇 是維系移民 與故鄉的精神紐帶 也形成了以寺廟為信仰中心的移民社會圈 從台灣的寺廟 可以解讀出不同族群的互動和分佈狀況 台灣有三大族群 第一個族群就是泉州人 第二個族群就是張州人 第三個族群就是 閩西 閩越東 客家人 所以大陸不降廣東 因為是我們祖先的祖基地 東以台灣的客家人 來自廣東朝州府 惠州府 嘉應州 以及福建廳州府所屬各縣 越東和閩西 是客家人分佈最集中的地區 這是一個從靖唐以來 便開始從中原 不斷向南遷徙的漢族明系 有句話說 離開了遷徙 就不會有客家這個稱謂 客家人在遷徙中 繁衍後代 在遷徙中壯大 客家人來台 或沿著閩越古道一兩百里 翻山涉水到廈門 從鎮口渡海 這一路相當辛苦 因此更多的人 則是借地利之便 就近從潮汕地區的沿海港口 例如饒平的拓陵港 以及汕頭的南澳島 乘船直搭台灣 但這屬於偷渡 很冒險 卻辯解很多 渡台禁令 對客家人來說 形同廢止 他們從康熙中後期 就早早到了台灣 在台灣從南到北的山地 秋林地帶 屁山墾田 晴庚與獨 誕生出一個個客家存落 仙人故居 香火每日不能中斷 竹北六家 這座新星的現代城市 早期是做客家莊 開拓仙區是廣東饒平人 林仙坤 乾隆14年 25歲的林仙坤 跟隨父親和哥哥來到台灣彰化 從租啃小片田地做起 三年後 啃拓的足跡 邁向新竹竹北的這塊土地 乾隆22年 33歲的林仙坤 回到饒平石頭鄉 安石樓老家 祭祖 取妻 此外 還有一件重要的事 就是動員他的鄉里鄉親 跟他一起到台灣 因為 開墾竹北的那片土地 他需要大量人手 而林仙坤 在家鄉的這次招工 相當成功 招了他鄉村 他鄉親幾百個人 這麼慢慢一批一批 這麼偷渡過去 一個人先到台灣 站穩了腳跟 然後再把家族 和家鄉的人 整批整批的帶過來 這種憑藉血緣和地緣關係 形成的連鎖式移民 那時相當普遍 竹北六家 原叫六張梨 就是因為林仙坤的 墾地面積而命名 一個牛 跟一天 可以耕種的田地 叫做一張梨 大致來講 是三甲地到五甲地 左右 這個地方的面積 大致來講 以六張梨的算法 也就是差不多 二十甲左右的土地了 饒平的老鄉 落役而來 形成了一個客家聚落 四周種個很 種個赤豬 所以它自己這個聚落 就像一個城牆一樣 所以它也有一些 東門西門南門這樣的一個名稱 一大早的時候 他們就到四門外面去開墾 實行軍事化的管制 就是大家集體 起床做操 操練 然後去耕田 林仙坤的一位後人描述說 整個村莊 就像一個團練衛隊的原鄉組織一樣 問禮堂前面的廣場 白天曬稻谷 傍晚練舞奏樂 可想多熱鬧 這座問禮堂是林家的家廟 是林仙坤的孫子林秋華 眾五舉人之後見起的 當家族內部產生糾紛的時候 這裡是仲裁的場所 相當於林家的家族法庭 問禮堂邊的代夫帝 是林仙坤發跡後所建的宅院 而另外這座林家祠 則是開發主北的 饒平林氏六派宗親的總祠堂 林仙坤完全依照廣東原鄉的 村社組織模式 靠緊密的宗族力量 維繫著家族和社區的穩定 從最初的宜肯部落 逐步成為一個 具有老家風格的鄉村 這也是台灣移民社會的普遍規律 林家一直會變成 新竹這個地方的一個中心 成為了當地一個 很有名氣的那個大族 清朝以後還賜光給他 賜了給他七筆光 乾隆五十二年 林仙坤組織新竹藝明軍 協助清軍平定林爽文事件 隨後唱見新竹北埔藝明廟 如今這座廟宇已經成為 北部客家人的信仰中心 立處窮鄉僻壤的福建廳州府 從康熙末年開始 前往台灣謀生的閩西客家人 不覺如履 其中以永定縣人數最多 永定夏陽鎮私賢村 這座祠堂是國民黨前主席 吳伯雄的祖詞 吳伯雄的祖上 是在咸豐六年來到台灣 這邊這是我們永定縣 夏陽鎮的私選村 這是八角亭 以前我們永定過南洋去台灣 這裡就是必經之路 他們都要從這邊經過夏陽 到這邊來 這邊從這裡去到廣東查陽 從查陽走水路到稠州汕頭 吳伯雄先生他是 他曾子父帶著他的22歲的妻子 還有他的祖父五歲 那是台風 他的年輕的妻子 就燒了水下去了 這是一段傷感往事 因來到台灣而失去母親的無榮帝 後來在桃園中立 造就出台灣相當具代表性的大家族 廣東梅州白杜鎮創樂村 也有一戶姓吳的人家 八十年來三代人來台灣的經歷 同樣令人感傷叹息 乾隆四十四年 二十歲的吳伯姓 因為家中貧窮 東渡台灣來打拼 只花了十年功夫就創下豐厚的家業 真的應驗了那句話 台灣錢煙角木 吳伯姓十年正道的台灣錢 一舉就改變了吳家幾代的貧窮命運 但吳伯姓的兒子吳遠生 卻不是個守城之人 灰金如土 十多年時間就坐吃山空 敗光了父親留下的一切 但縱有千般不適 吳遠生還算是個好父親 他對兒子的教育可說是不惜寫本 為了讓兒子好好讀書 他專門蓋了一座起因書室 其中存放了他替兒子購買的書籍 多達數萬卷 為了買書 他甚至不惜賣田 以至於成為當地的一個笑話 道光二十二年 傾家蕩產並且背負了龐大債務的吳遠生 為了躲債 帶著兒子來到台灣 多年之後 吳遠生的妻子蔡氏 由掌席陳氏陪護 踏上了跨海巡夫的路程 他們走的是鄭口 從廣東跨省走過福建 兩百多里崎嶇路程 歷盡千辛萬苦 終於到了廈門 順利拿到官方的路條 再順利登船出海 一路又是順風順水 看見台灣 像一抹雲彩 歷歷在目 而親人重逢團聚的時刻 也就在眼前了 請知由怪風起東北 一手赴西巷 瞬間改變命運 東渡變成了西龜 西龜更遭遇一系列劫難 被勒索 遭搶劫 帆船落水幾乎淹死 石銅舟百餘人 皆變作乞丐行徑 再從廈門走上回頭路 蔡老太太再也走不動了 只好坐進一個竹框 有兩人抬著前行 這上百人的乞丐助裂 經歷漳州 南境 平和 永定 大埔 終於回到家鄉 一路風餐露宿 困頓流離之泰 口不能言 筆不忍數 這個女性來台灣的故事 由蔡氏的兒子 陳氏的丈夫 親筆寫出 也就格外具有 一番真切和苦楚 她是吳子光 台灣歷史上 屈指可數的一位文化大家 從祖父吳為姓 正到了台灣錢 到父親吳遠生 花光了台灣錢 前來前去 最後換來的是 吳子光的一肚皮學問 而吳子光 又把她的學問 在台灣傳授 自道光 22年來台後 終其一生 吳子光都在台中 苗栗一帶 以社館課圖為業 長達40年 門下弟子多俊秀 今天人們熟悉的邱逢甲 就曾經是她的學生 同志二年 妻子陳氏 來到苗栗銅鑼 丈夫授徒講學的這座 雙峰草堂 夫妻分隔20年後 終得團圓 母親卻沒來 她被那次來台灣的經歷嚇著了 終生再不敢來台灣 吳子光為此 抱憨一生 當年的雙峰草堂 如今居住著 吳子光弟弟的後人 門上的渤海堂 是吳姓的堂號 附近也有一座渤海堂 這是張樹林村的 吳姓家廟 他們都來自廣東 嘉應州 和吳子光算是近親 牆上掛著來台祖先像 除了歷代來台祖之外 還有歷代的來台罵 要到台灣難 女性更難 因此台灣民間流傳一句話 叫做有唐山宮 沒唐山罵 這話源於清廷的渡台禁令 裡頭有禁止席卷這一條 禁止席卷呢 我想最主要的原因 也是為了限制台灣人口的增長 然後讓 就是說你家圈在大陸 你可能在台灣 就不容易造反 這條禁令和年開始沒有文獻可考 但取消的時間 則有明確記載 乾隆五十三十年 就是林爽文起義 被平定之後 在那個大學市 福康安的建議底下 就取消了 那清朝在台灣統治了212年 所以說大部分的時間 是不禁止協卷的 其實呢 事實上 有很多唐山媽 是有跟過來的 大約在康熙五十四年 是不許男性 西眷渡台禁令 實行最嚴格的年代 但趙安婦女李慈勤 卻仍舊自行強硬 西眷渡台 李慈勤到台灣去 的原因是什麼 因為她在大陸 在趙安的丈夫呢 辣小切 還有說有愛意 在那個時代 這是男性的權力 司空見慣 但李慈勤卻忍受不了 那結果呢 奮兒就帶領他的 三個S 依然渡海到台灣去 李慈勤到達的地點 在苗栗通宵 當時名叫吞霄 非常蠻慌 但李慈勤卻贏得了 當地原住民首領的信任 李慈勤就跟 當地的土著首領呢 簽訂了一份土地 開放了合同 這份合同 簽訂於康熙58年5月 它意味著 苗栗通宵鎮 啃拓的開始 那這一份合同 至今仍然是描述縣 至少是通宵鎮 第一份地區 作為苗栗開拓的女性先驅 李慈勤的墓地 如今成了苗栗縣的歷史古蹟 墓碑上的俊望寫著趙毅 也就是她的家鄉 福建漳州照安 老照片上的這棟舉人錯 變成了現代公寓楼 近兩百年來 台北獅林南亞竹巷仔 居住著獅林旺族南亞獅家 獅千祭是其名號 時過境遷 房子變了模樣 但祖先的根基 獅政成千祭祭祀工業 還留在裡面 獅家在台灣成為一方旺族 與兩位女性息息相關 我們知道那個 我們時常來台灣 只有那個女的帶那個孩子來 我們這個最高那個 就是女的 獅百戀老先生 是南亞獅家來台第六代 他的童宗兄弟 還有這位獅朝輝 南亞獅家第一代祖先獅廷張 於乾隆末年跟著母親正奉娘 從張州府張浦縣來到台灣 進入桃園山區啃拓 幾年下來 雖說收成平平 但鄭鳳娘為兒子獅廷張 找了一個好媳婦 名叫李淑善 李追仔 大約在道光十九年 獅家由桃園 遷往八芝蘭 士林 李淑善和丈夫 拉拔著八個兒女 心情打理家業 獅家由此日益興隆 到四個兒子當家後 設立了公字號師千幾 四個兒子都不錯 大王 二王 三王 四王 他讀書都讀得很不錯 李淑善顯然交子有方 從這些牌匾就能看出 這是一個富有功名的書箱門底 我祖父是在考上以前的秀才 秀才 那麼曾祖父他們聽說是那個 考上舉人 光緒八年 李淑善年滿百歲 光緒皇帝遇刺的賀禮 從北京送達南亞施家 福建巡撫陳玉英 為老壽星提贈了這塊 西朝仁瑞賀扁 施家真可謂大振家生 最後武士同堂的西朝仁瑞李淑善 活到了108歲 台中石岡鄉 大甲西南岸的這個河谷平原 早在康熙後期 就有廣東潮州移民到此啃拓 其中多數來自潮州府大浦縣 這是石岡鄉土牛村的一座客家院落 開機組是大浦查陽人劉元龍 對 這將是來台住年龍宮 年龍婆是城市 西山西住年龍宮 年龍宮七個兄弟 七兄弟 七兄弟年龍宮還替啥 替啥 康熙50年 20歲的劉元龍 跟著大哥元甄二哥元成 從侏羅嘉義北港登陸 來台啃拓 不久就因為發展不順而黯然返鄉 六年後 26歲的劉元龍第二次赴台 從鹿港登陸 但還是因為人生地不熟 當了一陣子碼頭工人後 再度失望而歸 又過了五年 已經31歲的劉元龍 帶著兩個弟弟第三度來台 這回目標很明確 選擇從牛碼頭 台中清水上岸 沿著大甲溪 總算如願找到了 在台中一帶開墾有成的大浦相親 終於在石缸 屠牛站住腳 開始啃拓 劉元龍在這裡為後世開機 但他卻沒有久待下去 四年之後他再度返鄉 娶妻成家 從二十歲到五十六歲 三十多年間 劉元龍來去無時 候鳥式的往返於山海搖隔的 台灣與原鄉之間 奔波打拼得很辛苦 卻沒有見到家業興旺 但他還是為後代子孫 在台灣開闢出一個 安身立命的地方 然後大兒子跟二兒子 循著父親的原來的路線 就進駐到這邊來 在這邊就慢慢的穩定下來 乾隆二十四年 二兒子劉永順 又把母親陳氏 和兩個弟弟全都遷到了台灣 這年母親陳氏已經五十四歲 而劉元龍 則已經在家鄉去世三年 從康熙五十年 劉元龍第一次來台 到乾隆二十四年 劉氏舉家遷台 這個家族移民台灣的歷程 整整用了四十八年 事實上只要他們能夠 落地生根 都會回去原鄉 把他的這個老祖母 或者是他媽媽把他帶過來 劉家從此在石岡定居下來 從一家豆腐店開始 勤肯創業 到了第三代劉文靖 終於開始發家致富 成為石岡地區有名的肯拓家族 而劉家的發跡 據說與母親陳氏密切相關 陳氏在石岡住了二十五年 七十九歲過世 劉家後人代代相傳 說來台媽葬在這裡 名叫美人照進的上好風水之地 可以迎石葬卯石發 神奇的是 陳氏安葬後不久 當地原住民突然集體 遷往內山 劉家一夜之間 從他們手上獲得大片土地 由此大發 對陳氏的祭祀 成為這個家族一個 至為重要的傳承 台灣的很多地方 你就可以看到 他祭祀的祖先 他很多都是祭祀開台婆 開台婆祖 凡是家族裡面 有新丁 然後剛結婚 這個在過年的時候 祭祖的時候 開台婆祖都是特別受到重視的 因為他就是一個 生育力的涵養 事實上我們講唐昌過台灣 在這邊可能都是非常的艱辛 兩三代在這邊打拚 能夠安生立命有一個家 那事實上是不容易的 要形成一個家庭 到一個家族 到一個宗族 那是更不容易 那我們來台族 他這個兄弟 一共有七位 七個兄弟裡邊 只有元永宮能夠成功下來 但是他六個兄弟 早期跟他一起過來 在這邊打拚的 六位來台族的兄弟 都沒有傳人 沒有後人 沒有後代 都是沒有辦法在這邊立足 所以在從元鄉到新故鄉打拚 事實上是非常的艱苦 能夠在這邊能夠發跡 更難能可歸 也許面對這樣的目的 後人才能感悟到那句 六死三流一回頭的悲創寒義 這類目的台灣有許多 叫做萬善同歸墓 埋葬的是無主孤魁 他們離鄉背井過台灣 但卻死於瘟疫 或是動亂、洩鬥 基隆八度 已說不準何年何月 五十位泉州移民來到這裡開墾 這座廟成為他們最後的歸宿 這是苗栗銅鑼香西湖村劉氏家族的祖措 這是苗栗銅鑼香西湖村劉氏家族的祖措 那根扁旦後代視為寶物 一百多年間一直供奉 在劉家這座祖廳的鄉岸上 直到1935年 苗栗大地震後不知所蹤 扁旦是來台第一代劉恩寬帶過來的 他用這根扁旦創下了西湖劉家的基業 大約在乾隆二十餘年間 廣東陸鋒劉恩寬到了台灣 他已經三十幾歲 還是個單身漢 沒受過教育 所有的僅是一個農村壯年男性的利器 還有一根扁旦 以前許成人都要辛苦 就算做這些單口公 有人叫開單 沒有他就這樣起家 我太辛苦了 我跟我說 就在這個磁場購戶那邊 自己搭了一間草寮 在那邊靜雞 靜雞下來 草寮就搭在這彎池水邊 多年辛勞 靠著一根扁旦 他積攢了約莫一百多元錢 現在他需要有個女人 有個家了 他已經四十二歲 到四十二歲 年上跟他做 介紹給他的女人 姓陳 年方十八 正直妙齡 劉恩寬大他整整 二十四歲 陳小姐 他也沒有嫌他太老了 沒有嫌他太老了 後來就結婚了 陳小姐沒有嫌棄他年老 但他們的婚姻不被看好 甚至遭到不少人嘲笑 沒想到這對年齡懸殊的老夫少妻 過得很好 變淡挑出了涼田 草寮變成了三合院 一個家一天天興旺了起來 我的主生五個孩子 兩個女的 老夫少妻一起生活了三十八年 劉恩寬活到八十高壽 晚景和美兒孫滿堂 劉恩寬沒有讀過書 但後輩給他的畫像 增添了幾份書卷氣 事實上 寶藏了挑戰辛苦的劉恩寬 發家之後 一直勉勵後輩要好好讀書 後人也確實爭氣 簡樸的劉家祖詞 因這些後代子孫的燈籠 匾額而奪目耀眼 工科博士 物理博士 化學博士 醫學博士 這位醫學士趙芳 是劉恩寬的第六代 醫孫劉趙芳 她是苗栗銅鑼的一位名醫 銅鑼火車站邊的這座老建築 當年是劉趙芳的私人醫院和住宅 時光回到1955年 劉趙芳醫師遇到一件最煩心的事 她二十歲的寶貝女兒劉惠美 從這裡出走了 為的是一個男人 而她 與這個男人僅僅見面不過四次 相處不到24小時 就憑著一百多封來往書信 就讓劉惠美擅自定了終身 似乎是當年老祖先劉恩寬 那樁遭人績笑的婚事 輪回重演 劉惠美的婚姻更是飽受非議 劉趙芳甚至要跟女兒斷絕婦女關係 因為她嫁的那個男人 不僅一窮二白 而且是個所謂的外省人 那個男人 名叫朱西寧 山東人尚未軍官 1949年隨國民黨軍隊渡海來到台灣 從明朝末年開始的移民台灣 驟然間達到規模空前的最高潮 兩百萬人口 從大陸一下子湧進了台灣 這些人連同他們的後代 被稱呼為外省人 這個由外省父親 和本省母親組成的家庭令人羨慕 劉惠美後來成為台灣知名翻譯家 劉沐沙 朱西寧是作家 他們的三個女兒 朱天文 朱天欣 與朱天一 也成為知名作家 對於朱家三姐妹的外公劉趙芳 到第一代過台灣祖先劉恩寬而言 這個結局相當的榮宗耀祖 來台的後裔們 不論輝煌或平凡 往往在祖詞裡 留下他們對祖先的感恩 祖德東傳這類的匾額 在台灣 乃至在福建廣東的 許多家廟、祠堂裡 多有所見 11歲的公正公到台灣來的時候 是非常艱辛的 他下無寸土、上無片瓦 是到人家家裡去當長工 所有的資產 全部從這個土地裡頭長出來 土地長出這片 蘆洲、李家大挫 大挫裡後來出了個著名的 台灣抗日英雄 李友邦將軍 這個林平和 隨他父親去台灣 林平和當時才16歲吧 就是一個米商 那邊做用工 16歲的米店用工 最後造就了著名的板橋林家 更締造台灣的一個財富傳奇 當時 喝酒 將基礎的蟑螂 變味了一後 就走到台灣 去發展 於是 從福建山區的這間祠堂 最終就衍生出台灣 霧峰林家的這片大錯 衍生出一個百年文武世家 到清朝末期 明月兩省的移民及後裔 約達250萬 佔當時台灣總人口 95%以上 移民台灣 使他們改變了自身 以及後代子孫的命運 數百萬鮮明 數百萬鮮明 則共同改變了台灣的命運 而台灣也成為他們 世代相守的新故鄉 這次蘭林家 還會被找到台中 五百萬鮮明 一會兒 一會兒 是 年紀元 一會兒 你就會找到台中 一會兒 一會兒 三百萬鮮明 一會兒 對 一會兒